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把你們的電話教到靜音或者關閉的模式 因為待會 Dr. Chan 那話都很幽默 說話有點快 所以大家要很留心聽 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 非常好 知不知道今天是甚麼主題 都市 都市情緒病 聽到情緒病好像有點害怕 你們有沒有情緒 有 我也有情緒 那豈不是有病 是的 有些人覺得不是病 只是情緒而已 過兩天就沒事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自己都不懂得判斷 嘩 現在很大聲 不知道怎樣判斷 我們是不是真的偏向有病症 但 Dr. Chan 一定會告訴我 好了 首先介紹一下 Dr. Chan Dr. Chan 他是自然療法的博士 營養學的碩士 他是美國自然療法 醫學會的專業會員 美國自然療法審委會認證的 治療法醫生 以及是亞洲自然療法學院的 講師 你知道他有風趣 還有一個很英俊的 我們的 Dr. Chan 是需要我們有很大力的掌聲 他才會出來的 好嗎 有請 Dr. Chan 陳怨博士 大家好 那一個PowerPoint可以了嗎 好嗎 是 教得寫一飯了嗎 寫一飯了 大家來聽會 不是想要幫朋友嗎 有一個朋友在說 今晚一定有很多人 知道怎樣嗎 他多香港人有情緒病 他說不是 因為自私的朋友比較有愛心 所以學會幫助多些朋友 大家得不心心你身邊的朋友 會有情緒病的問題嗎 有 情緒病和精神病有什麼分別 我們經常開玩笑 我們說什麼 我們很精神 所以精神病 情緒病和精神病有沒有分別 有 當然會有很大的分別 很多人就把情緒病 歸納成為一個低度的精神問題 可以嗎 但主要是由情緒導致的 在一個低度的精神問題 不是一個強度 強度的精神病 例如什麼 我們小時候的年代叫什麼 精神分裂 現在改了名字叫什麼 思覺失調 思覺失調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但今天 我們都是真人命的相機 大家有 是 看這些照片就開心一點 是嗎 是 我的前輩教的 你的照片 照片看見真人 大家就有點驚奇 是嗎 是 有一次我想跟Carol說 不過我穿皮褲 講會算了 我懷疑換那麼多件衣 你明白嗎 然後Carol就說 你穿西裝好些 裝重些 但我的前輩教的 一定要穿西裝 有些人以為我們睡覺也穿西裝 明白嗎 是 我們先看看 情緒病其實有很多個說法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神經觀能症 有沒有聽過 神經觀能症 神經觀能症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才說過 當你情緒出現問題 假設你收到一個消息 你的腦是不是有一個Receptor 這個消息就是 我老公吃長糧了 那你會怎樣想呢 好啊 可以陪我環遊世界了 有些人不是這樣想 有些人會想什麼 煩惱我經常在家裡 明白嗎 即是個個都不同 你就會搶身 一系列的神經傳導 這個神經傳導 就去了你的器官那裡 就出現症狀了 例如你會胃痛 為什麼 因為你很擔心很煩 胃呢 其實是我們第二個腦 當你有些東西 不能學到 你的胃就會有症狀了 平時不要胃酸倒流 今天突然胃酸倒流 代表什麼 就有些東西處理不了 其實所有的神經觀能症 都是剛才那個流程 你收到訊息 透過神經系統 就去到你的內臟 臟腐 接著就會怎樣 產生一些訊息 告訴你 所以後期很多人 就在情緒病那裡 找到 其實跟神經觀能症 有很直接的關係 台灣醫生 比較喜歡用這個名 因為我以前跟了一些 精神科醫生 學的年代 他是台灣醫生 所以他經常都會用這個名 其中呢 抑鬱症有沒有聽過 遇到中東國太太 怎樣才為之 去到抑鬱症 有病呢 有些標準的 那招累症有沒有聽過 經常都招累 又怕生意不好 又怕生意太好了 又怕生意太好了 然後怎樣 自己只顧著吃喝喝喝 又怕老公生意太好了 又多了一個助手 很多人都害怕 然後還有什麼恐慌症 有沒有聽過 恐慌症 但恐慌症 其實在香港 都很普遍的 恐慌症 其實是有些恐慌的症狀 我們叫Panic Attack 有沒有聽過 我等一下會講解 因為我最近去台灣 跟一個博士 做一些能量科技 他有做大學臨床 我們去見面 是另外一個醫生介紹 看他的科技 約了明早很早 你知道 我們這些努力的人 通常是夜睡的 早起是一個難度 難道我坐六點飛機 飛過去 然後十點開會嗎 我覺得太辛苦了 我就早一晚過去 早一晚過去 通常都吃飯 是吧 有一個朋友 約了一些台灣朋友 出來吃飯 其中有一個 就是在醫院 做diet teacher 做善食師 後期他告訴我 他現在轉了 做第二年中醫 可以嗎 但他問我一個問題 我上個月心跳一百八十 跳了一個小時 我就去了急症 醫生說 找不到原因 你應該是心臟病 就給了一些心臟病 然後他來看專科 是一百八十元台幣 可以嗎 即是多少錢 四四十六四十幾元 講完 他就不是很滿意 這個專科 說他心臟病 因為他覺得 找不到什麼理由 又要易尖反 有很多理由 他什麼都找不到 總之心跳就很快 他現在排排 就看第二個專科 可以嗎 他問我 覺得他什麼病 大家覺得他什麼病 恐懼症 恐懼症 如果一個很激性 很急性的焦慮症 就是恐懼症 通常伴隨什麼 我會說多些 就是會有一個特徵 大家在座有沒有人 還沒吃飯 大家受過教育就知道 晚上吃少些甜品汁 還沒吃飯是正常的 可否試過兩餐還沒吃飯 通常會怎樣 就是很肚餓 用泡代餐 如果不代餐 兩三餐沒有吃飯 我們會低血糖 低血糖是什麼病症 暈 手震 手心出汗 收調很快 呼吸不到氣 這個病症 就是類似恐懼症的病症 行不行 有這些問題 其實愈多個體育 等會有個表 大家不用擔心 一幫朋友要具體一點 你可以數 你有多少個體育 有多少條是以上呢 幫你朋友數幾個體育 你朋友有多少個以上呢 看看他有沒有這個毛病 如何協助 因為今天講的內容 你們不會經常聽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講 心靈層面如何協助 大家去醫好他 因為很多時候 剛才講的例子 同樣一件事 老公吃牆糧 退休 有些人會怎樣 很開心 有些人會怎樣 很大壓力 其實任何都會有信念的問題 等會就會講 有些傳念 有些醫病 你聽了 你會更加明白 應該怎樣去做 另外 這裡有說 其實現在 說心臟病以外 接下來第二大的疾病 就是疾病 香港確診了 是有三十萬人的 但是 你知不知道 其實很多人 都不會去確診的 你知道嗎 特別是男士 女士小小事 都會看醫生 那些男士 躺下了就被逼 進了醫院 順便看醫生 你留意一下 是不同的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不要說 這個情緒困擾 不要去到這個 這麼淺層 確診 因為剩下三十萬人 是佔人口的 4.3 通常傳統一個國家 是1.5 我們已經是3倍了 所以你會看回 有另一個報導 就說 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擾 佔在香港三分一的人口 例如焦慮緊張 擔心情緒低落 實不實在 其實我覺得情緒病 是現在最多人有的問題 因為我一會說一些病症 你都不知道 原來自己都是情緒病的一些先兆 或者已經是邁向情緒病了 這個名字一定要認識 這個名字是幫我們 做PowerPoint這個同事 是十年前中西醫大學畢業的 他有兩個學位 中醫、西醫、大學畢業的 就是在國內 他說他當年讀書都沒有這個字 他自律神經失調 記不記得嗎 如果有聽我說其他課程 自律神經失調有兩個系統 一個叫膠感 有沒有聽到嗎 一個叫膠感 一個叫副膠感 兩個相對合的 膠感有甚麼特質 它有兩個F Fight and fight 即是奔走與打鬥 在古代 每天都做這些 用來做甚麼賺錢 明白嗎 要到處去打裂 這樣就要覓食 在這些狀態 你是甚麼狀態 亢奮狀態 亢奮狀態 心跳加快 那個人的戰鬥力很高 那個瞳孔放大 很察覺在附近有甚麼 是一個興奮的狀態 晚上呢 晚上就調轉了 就是副膠感 副膠感是兩個R 第一個Rest 就休息 第二個Repair 就修復 誰知原來我們 因為被社會的壓力 人際上的關係影響 自己的價值觀的失衡 原來我們晚上呢 是膠感抗進的 是好像在打蝶 結果你有甚麼事 失眠 睡不到睡 心跳 緊緊 肌痛 全部都走出來 這一堆問題 會出現很多問題 如果副膠感 應該要休息的時候 你走了膠感 在抗進 你就會怎樣 有些亢奮症狀 但你要亢奮的時候 你又怎樣 去了休息 媽媽叫你上班 你一天睡十幾個小時 沒精打菜 對任何東西都沒有興趣 飯都不想吃 這個是抗進的特質 原來副膠感抗進 在不適當時 都是情緒病的特質 明白嗎 所以任何東西不可以亂 就要走回中間 透通是其中一個精錯 大家認識我之後 是不是好些 透通有甚麼處理方法 你就跟反射區來治療 記不記得 例如經常在前面這個頭痛 我們會覺得是甚麼 談飲或談濕 談飲或談濕界 糖奶芝士 滴兩滴尤加利 在阿婆級的噴霧器 即是熱症那些 裡面有一支發熱線那個 記不記得 這些是古董來的 香港不流行的 因為香港現在每個都 膠感症狀抗進 臉上是紅和敏感的 你用熱症 皮膚敏感 你加美容院會被人告 現在流行凍症 很多東西不同了 兩滴尤加利 我好像在說外星話 因為你用熱症 呼吸度會好好的 你一邊吸吸 你上面那些痰炎 這個discharge 總之整個呼吸度 到這個度 痰熱就會慢慢滴下來 有機會減輕到這些內壓 因為其實痰飲是一個中醫的形容詞 但以我們的經驗去解釋 其實你吃很多糖奶芝士的製品 然後就產生了內壓在這裡 所以當你的體質一低 例如分少了 例如被人擊傷 例如經濺 你的頭痛就在這裏走出來 明白嗎 經常在這裏頭痛 以上的頭痛是甚麼 我打通宵文 最後吃了炸雞腿 喝了幾天老火湯 我這裏就作我了 代表甚麼 肛火 記不記得 肛火 你便有任何招清肝 你便用你認識的所有招 或所有的食品 有些不是的 經常在這裏拉著 這裏拉著 這是甚麼 頭頂經常拉著 頸椎病 登完百會 頂級的熱氣都會百會頭痛 明白嗎 即是你夏天曬完太陽 接著吃下豬腳薑那些 是啊 你都會頭痛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會做這些事 明白嗎 接著會喝黃酒雞湯 接著打給我 跟你鼻鼠 接著說不出話 接著 後尾枕通常都是頸椎病 你已經分了很多個區的頭痛 經前頭痛最簡單 多數是哪個區 通常都是這兩個區 你留意 都是行肛經 你說我甚麼都不懂 又要行經路 又撞苦 我不懂 最簡單有一個叫做5HTP 有聽到嗎 5HT就是血清素 5HTP就是製造血清素的蛋白質 你經前吃了它 往往這個頭痛便沒有了 我已經看到有人問 那邊可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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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招數 我裡面會再講多些 以明 以明 以明國王是甚麼分 B很高音禅叫 那些是光火 你捱一下東西 不夠睡 你會發覺 耳朵就是B 好像禅叫那個 另外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神去的 是中醫的理論 那你就用這兩個角度 去處理撞苦 然後以明多數都有頸椎鏡 特別是一二椎移位 行嗎 那個氣能量是上不回頭的 其他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很多時候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呼吸困難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 另外就胃痛 剛才也解釋了 輻射 現在很多小學生去考試 他就會逃摸 有沒有見過 有 這個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他就會摸水 例如大家明明 每天都摸到的 今天吃三餐 明天摸三次 腸沒有東西發酵 是否最好 因為腸一多東西發酵 你的肝就中焦 肝的第一站 那些血從哪裏來呢 就是一條腸一個叫Portal Ring肝門植物 接著給肝解毒 接著就去排血 傳統是這樣 如果你的肝很重負荷 你日日有很多毛病出現 例如肝火性 你可能情緒不好 所以其實腸一定要經常都乾淨 今天吃三餐 明天摸三次 坐著有沒有人做到 這個好 男士好些 男士的氣好些 男士的氣好些 這個是好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 因為 最近有朋友介紹了一個國內演員 因為他接下來會來香港 但他有少少毛病 去朋友拿東西給他 我電話跟他談完 他突然說 我最近一天摸到兩次或者三次 我身體就走下波 明白嗎 因為他沒有這個概念 他一天一次或者街日一次 覺得方便 出外景不用經常找廁所 你明白嗎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的理念不同 但我解釋給他 這樣 腸子乾淨了 皮膚一說好 就叮咚 那不要緊 明白嗎 他最重要是知道 那樣東西是怎樣幫到他 另外便秘 你今天明明是有兩三次 突然間 明天後日大後日 是便秘的 多數是甚麼原因 老闆出數 要開一些會 你不想開的 還有一些情緒上的變動 這個都是自律神經失業 這個就是尿瓶 明明七個沒有任何 念珠菌 沒有尿導演 男士又沒有前列師問題 為甚麼今天突然急尿 我們叫緊張 有沒有人經常會做公眾演講 上來之前要小便 都要的 你從小細心 我剛才問我必須不去 我不用 我三四個小時 不是我都是這樣 但有時候是不行的 喝了花茶不行 大家來到辦公室 我桌面好像 喝飲食大會 有很多飲食 喝花茶 你尿的東西就會差一點 如果一尿瓶 最重要是甚麼 在這個年代 要麼女性就是 戀豬菌的影響 男性就是前列腺的影響 要麼不然 很多時就是自律神經失業 或者甚麼都沒有 你報一下神 報一下神 等那個頑固鏡結實一點 總之叫做提一下氣 提一下氣 提一下氣 就是 激發氣 看看會不會 那個療癖會少了 四肢麻痺 這個很常見 自律神經失調 經常都麻痺 有些人經常說麻痺到 我頭頂又麻痺 跟著嘴角又麻痺 跟著手腳又麻痺 跟著手腳又麻痺 他會怕甚麼 中風 是吧 但下路又沒有不平衡 過了幾個小時 中風又沒有任何不清醒 是吧 但往往如果高血壓 導致中風 是哪裏麻痺的 是後裏麻痺的 是後裏麻痺的 這裏會多些 當然 最重要 如果你擔心 你就去急症 是吧 因為中風會影響的區域 是最重要的 你減低傷害便最穩陣 這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為甚麼要說這一堆 當你有情緒 去到神經系統 跟著 mood disorder 就是那些 甚麼忐忑 背後死亡感 覺得自己很屈結 覺得不想和朋友來和 這個就是心態上 但是神經就會導致 你的狀腹有這些問題 是同時出現的 所以叫自律神經失調 明白嗎 情緒病是會同時出現的 在器官和情緒一起出現問題 就不只是情緒 所以現在你再想想 你會不會日常的生活 影響到你的生活 都是有這些問題呢 你就慢慢聽出來 我應該按哪裏 是否不好跌呢 是否糟糕 糟糕 下一頁 好 麻煩一下 Panic attack 是一個癥狀 這次恐懼症叫做 panic disorder 你會發覺 剛才我說 等於這個低血糖 會心跪 心跳好快 出汗 戰鬥 往往會有臨死 就好像如臨大敵 快會死 這個感覺 這是一個急性的焦慮障礙 剛才也說過 恐懼症 就好像濃縮了 一個很短暫的焦慮症 會有這些特徵 反復出現 不可預期的驚恐發作 但一次驚恐發作 強迫汗 他的高峰 最重要的是 往往幾分鐘就完 十分鐘內通常就完 但當然 我都見過一些朋友 幾個小時 心跳超過二百 都會有的 另外發作期間 如果有下面的四項症狀 你有的機會就很大 第一 心跪 特別 你走去心臟科 檢查來檢查 都檢查不到原因 那些 因為有恐懼症 往往會走錯了 去兩個科 第一就是急症 第二就是心臟科 有些人呼不出氣 還會去什麼 空肺科 但全部檢查到 都說你正常 原來是恐懼症 明白嗎 有位親戚說 他年紀越大 有些商場扶手電梯 上去喝茶 他說他搭一些很長的扶手電梯 很短而已 那裡是幾十秒而已 他的手心會出汗 其實他就是有恐懼症的開始 他在這個問題出現 出汗 戰鬥 短氣 這要留意 如果你突然覺得自己 呼吸很短 特別在幾天被人擊傷之後 因為其實這個恐懼症的徵狀 在很多人的病化 都是被人擊傷的 所以你要留意 如果有這個徵狀 千萬不要想著 因為現在周圍都有氧氣機 你說不說 很多美容院 如果有一些人 他有睡眠窒息 他有氧氣機 你就不要想著 拿氧氣機來聞 因為我透不透氣 這樣只會令你更加透不透氣 因為你經常這樣 氣速會有什麼現象 你身體的血量 O2是不是高了 O2高了 就CO2低了 你身體就覺得太高 O2 就不想你再吸 所以你發覺 你的呼吸又噴了 這個時間就拿1元雞 現在5毫子 5毫子的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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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吸 你吸一下吸一下 這個紙袋 裡面是否充滿CO2 你的血量平衡 你就會開始吐氣 明白嗎 就不要走去聞羊氣 如果你察覺到自己是這個症狀的話 另外 很多人經常覺得喉嚨有舊 這個也是自律神經濕填 這個是很常機的 經常覺得是舊 但說不到理由 這個是很常機的 胸痛胸悶 我有個病人 後來做了朋友 他家公司上市之前一個月 他覺得自己是心機緊失 心經常很痛很痛 我說發了沒有命 他就不好 我說你都會收血 做下幾個心機梅的指示 全部都說是超級正常 我們都告訴他 你是太大壓力了 因為我不想用恐懼症這個名字 嚇壞他 他已經很恐懼了 我們當年就給了一些疏光的東西 因為他不是在香港上市 他在別處上市 所以他回不了來做治療 到最後 什麼時候是康復了 上市升了 全部康復了 傳媒好班 他做實業的 他做實業的 即是不是拆散了 他在公司很多年了 證明了什麼 真的那個壓力 可以導致很多問題 有些人嘔吐 腹痛 社會覺得暈 腳步不暈 很多你見到 那個朋友走走走 突然間有一個廣場恐懼症 即有很多人的恐懼症發作 他就會蹲在那裡 他就會出現這些頭暈力 腳步不暈 腳重 上昏 這個是廣場恐懼症 還有什麼恐懼症 很多 密室恐懼症 叫做幽閉恐懼症 還有很多 發懶發熱感 什麼是感覺異常 那些手指腳趾 好像不是自己 很奇怪 跟現實解體 身邊的環境浮著浮著 有沒有人試過 人格解體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都不是自己 我平時走路是Catwalk 為什麼現在變了Pickwalk 明白嗎 你會發覺很多事情 都是不同的 害怕失去自製力 覺得自己癲癲底 最重要 是有臨死的死亡感 可以嗎 有沒有朋友的朋友試過 是不是 你越多Tick 他計四個 如果你越多Tick 代表你越嚴重 如果你的時間越長 人家說是十分鐘內 你幾個小時 代表你的情況越嚴重 下一位請問 我這個是不是壞壞的 是我按錯了 好 至少有 其實我這個同事的語文 可能太深奧了 我們現在發了 他說你發了之後 你發了之後 下底一二 隨便有一個或者兩個同事發生 你都已經確認是有恐懼症的 對不對 持續地擔憂你的驚恐會發作 對不對 特別你經常覺得自己的心臟病 會發作快要死了 會覺得自己癲癲底 很多時候恐懼症相反 不是最麻煩 而是因為你擔心自己恐懼症去迴避事物 最麻煩 有沒有朋友公司在四十八樓的 但你患了休閉恐懼症 你怎麼回答這個 那你就要走四十八樓上班 上班 上班 雖然你告訴朋友 聽聽 因為你上班 可能你快要拿到BONUS 可能你快要入到董事局 可能你快要做到很多事情 你不會估計 我接下來會有恐懼症 所以我不會上這份四十八樓的工 你會看一份工的前頭 不會看幾樓 但後期玩了恐懼症 你不能坐升降機 你怎麼辦 上幾個月 不是有人坐飛機 好像是在香港出發的 就在高空要打開那個 他想打開門 就覺得討不上氣 這個便是恐懼症發狀 這個是很常見的 他覺得自己會死 所以你見到他是瘋了 他覺得自己討不上氣會死 但可能有些空姐 又未必有這樣的經驗 又會被那個膠袋問一下 不未必的 所以到最後就會有這個現象 很多時候都是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朋友 他開了一間廠在大陸 一要飛他就不去 在一個密室的恐懼症 是很多的 另外有一些恐懼症 是搭車不是大問題 但搭車失車 他就會很怕 很多的 他只可以容許什麼 他只可以容許司機動他 因為他怕被搶了氧氣 而且他永遠不會坐在後面 因為球在前面有什麼 他會打破他走人 他不會坐在後面 會有很多這些問題出現 通常 剛才講 所有這些人是怕什麼 怕死 怕死 怕病 怕以外 對不對 怕死 怕病 怕以外 通常恐懼症 是來自這三大法則 死亡是否值得恐懼 其實要專念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有一次我跟M.C.的朋友 因為他們都很好人 有什麼問題 都遞了紙仔來問 有個女士 就舉手 說她吃了巴黎露醇 心跳比以前更快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她和她妹妹 在醫院之後回到家 她就第一次心跳這麼快 180 接著她妹妹就走了 她的心跳就是不斷每個月增加 這個就是恐懼症的特質 她就是怕死 明白嗎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這個題目 因為我後期 我跟很多朋友分享 所有很特別的方向的問題 私下出來問 明白嗎 所以我很記得這個問題 死亡是很多恐懼的 第二是怕病 為什麼 我病了誰去照顧子女 我病了誰去處理我 我父母的問題 很多人會怕病 第三就是怕意外 這些念要慢慢轉過去 我稍後再說多些怎樣轉念 接著 但要留意 很多時候有這些古怪的症狀 會不會是人眼用日脈 例如毒品 另外 她妹妹革狀線功能抗進 她不是真的有革抗 教我的朋友有什麼特質 心跳 手震 出汗 晚上睡不著覺 很容易脾氣暴躁 要罵人 這也是肝的症狀 甲狀線是肝的症狀 另外 接著就是 是否真的有心肺疾病 是否真的有真正的心臟病 真正的腹筋疾病 是否真的有真正的腹筋疾病 你有這個病 你有20%的機會 但我個人覺得 不是基因層面 是否 你維存了你父母的模式 你留意一下 你飲食 像不像你父母 不像就是 像你跟長大的那個人 明白嗎 你跟你婆婆大的 你會像你婆婆的飲食模式 我認識我父母的 我認識很肥膩 我們小時候 輕出去打冷 你知道小時候 去夜街很開心 明白嗎 只要覺得很好玩 你說是否真的很肚 當然不是 我小時候 由早上吃到晚上 我有暴食症 是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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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 為甚麼 第一 因為我家一段時間 開酒樓 開餐廳 我小時候 在家賣米 我要吃硬米 我姐姐吃軟米 我哥哥吃中間 所以我們很煩 但最重要 我看別人 我現在最喜歡吃的食物 都是我小時候 常常吃 所以都是很肥膩的 你會看 其實是遺傳這些圖案 壓力管理也是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訪問蕭蕭蕭 講生仔 他說生仔的考牌 他很怕走雷 他在女兒面前 突然打雷 他很怕 他就跟女兒說 媽媽扮怕媽媽 像不像 明白嗎 他怕女兒也怕打雷 明白嗎 所以很多這些壓力管理的模式 其實我們是 模仿 其實不是用為傳 要模仿了 是我們抽大那個人的 另外就是 老的傳動物失衡 JBA有思編文 你們有聽過嗎 是老的傳動物 它上升 你的人會變得真正 它會缺乏 你個人會變得驚恐 另外 剛才說過 5HT是什麼 就是血清素的 簡蛇 這個字怎麼讀 什麼聲音 我做好準備功夫才問大家 當然 在廣東音讀槍 一把槍個槍 一把槍個槍 槍聲音 我今天才確認 因為查來查去查到過語音 我同事這些年輕人 很容易查了幾個國家動音 潮州動音 都告訴我 這個高的焦慮症就減少了 其實你看到法優界的血清素一線的人物 就是這些配方 另外 如果 腦裡掌管這個興奮和焦慮的中樞區 有一個叫藍斑痕 其實它是調節自律神經的 如果它太過亢奮 自律神經的抗憤 又會有那些症狀出現 但主要西醫是有什麼血清素鎮症劑 以及配合了它的行為認知治療 中醫會說 驚恐是哪個狀況 有事 神 神 神氣不足 神氣不足 所以 養慎最簡單 有一招 大家都常聽 是什麼 就是祖憤 就是祖憤 但是知不知為何是真正得 有數據 原來祖憤 我們的去甲腎上線素 壓力賀爾蒙會偏低 你會偏低 你會偏低 早睡其實是對於你的恐慌是有幫助的 教我這個心理治療的那個醫生 他常常鼓勵我們夜晚睡六個小時 天天是睡一個小時 一至兩次 假裝睡一個小時在十二點 然後六點又睡一個小時 然後晚上十二點又睡 這是最有效的 是醫治情緒病的方法 然後你就說 我應該是嫁了一個有錢人不用做 所以我情緒病就好了 最後就是煮了飯 次見到我我起去試吃到 Personal 那就是三次剛好 不是 因為食動動動動動動 背動動就長動動動 然後大便動動動 所以孩子是最強的 即是回享吃院的時候 暇到還有那幾多的規矩 歲時你只看著是一個 Nin 但是做不到不得會因為一個半小時 半小時 因為我們上課是朝九晚七 我只見他每餐吃很少 每餐吃很少 因為我暴食 他的瓶這麼小 我的瓶很大 而且他經常都說 叫我們在睡完飯後去睡覺 他不管理我們吹水 明白嗎 他管理我們睡完飯後去睡覺 他說這個是最有效 是幫助我們身體去調節那個情緒 另外為什麼要小吃多餐 如果以FIT的角度 糖分一高就容易轉化成肝糖和脂肪處存 你這些舊車灘就很難消失 特別除了年紀增長 小吃多餐可以每一餐都用完 還有不要吃單糖 不要吃糖水、汽水 吃腹糖慢慢滲下去 馬上滲下去馬上用 但是因為小吃多餐 因為血糖穩定 你的情緒就不會起起落落 因為糖分是直接跟血清素有關的 明白嗎 開心可以謀叫血清素 行不行 我等一會都會多說這些細節 然後第二個題目就是抑鬱症 其實抑鬱症現在是最多人說的 如果你有以下的五項 其中一定要包括一二項 突然間覺得任何活動 任何地方都不想去 任何人都不想見 內心就是覺得很不開心的 很不潔的 你已經踏入了頭兩項 然後其中五項以上 就選多三項 你已經確認有抑鬱症了 例如你一天早五晚兩頓飯 可能你早五晚都不吃飯 吃兩頓便休息 所以你的體重通常都會下降 失眠 要麼睡不到 要麼瘋狂睡 為何會瘋狂睡 逃避 但是抑鬱症的人 他很想逃避 所以他會常常睡覺 另外就是 行動說話比平時晚和遲緩 每天都感到非常疲累 激乏行動力 覺得自己的專注力 思考來判斷力都很低 你看到全部都是在走下坡 幾乎每天都覺得自我價值 有過份的罪咎感 去到抑鬱 通常覺得自己很多事情不見 你留意一下 覺得自己工作不見 感情不見 婚姻不見 就很容易有抑鬱的 就是這個 topic 反覆地想死 所以就是小學生 中學生跳樓 很多人說 為何察覺不到抑鬱症 其實有時候父母上班 如果真的沒有好處意 都很難察覺的 重複出現 沒有特別的計劃自殺的念頭 或者嘗試自殺 甚至有計劃的念頭都計 總之你想過自殺 又在其他 有幾條出現 其實都是有這個問題 以上對日常生活 造成嚴重困擾 因為有些人一試睡 他就不上班 不上學 是吧 身體問題 腦部異常 有些人會覺得 腦部出現了問題 例如有受到感染 酒精影響 藥物影響 因為喝酒的時候 甚麼腦荷爾蒙會高 多巴胺會高 就是戀愛荷爾蒙 開心荷爾蒙會高 但同時間 過了之後 會有甚麼問題出現 過了就會瘋狂 過了就會瘋狂 過了就會 因為有個落差 高和低之間 你追過高 一到低的時候 你就覺得 很屈結很不開心 這個經常會出現 第二 如果酒精喝得多 剛才的GABA 它會怎樣 它會高的 它會更加令到你個人 會變得酷的 過高的GABA 你會覺得你個人 太冷靜了 太過慢了 另外 甲狀腺分泌出現問題 這是甲礦還是甲減 如果在這個 一筆症來說 甲減 甲減 甲減是甚麼特質 你四十歲的體質 但你六十歲的表現 你的指甲不長 你的頭髮很容易脫 把指甲長得很遠 以前四十歲 下車路沒事的 現在你要找人附 甲減就會有這個現象 老婆曾經受過的重症 都可能是抑鬱症的原因 在心理方面 轉差而感到擔憂 因為你覺得自己身體 可能照到它頸 它指甲有機會是ABCDE 結果你睡不著覺 你就開始抑鬱了 所以我當時訪問我 問我會不會每年做身體檢查 其實我是沒有的 因為上次我有個家人 從出當門做保險 你知道我面孔不像 因為我都四十多歲 你買一份住院 它就要我做ABC 我才再做一次 即是兩三年前 因為我會覺得 往往你一有毛病 你就根據那樣東西的自本方法 加上休息 讓它自己好 你去尋找它 搞很多事情 然後最後 我有個中學同學 很久沒有餵我 無緣無故在WhatsApp 一個小時 嗨我三次 通常這些是甚麼 一定是有些東西的 不是 我沒有想它借錢 我沒有想過 因為它都很富貴 我問它借差不多 但最重要是甚麼 接著我回答他 為甚麼 我昨晚睡不著覺 我為甚麼睡不著覺 醫生叫我 撤四分一個肺 我做了化驗 因為胃抽不到針 所以我不抽針 不抽針 就叫你撤四分一 就要撤四分一 我看另一個 然後她說 我能否出來找你 誰叫我出來找你 我便宜了她那個擔心 因為原來她有親戚 有個肺癌 一做手術就睡在床上 發尿癲療 總共三個月睡在床上 便去了 就沒有床 對 所以她一想起要癡 要發尿癲療 她整個月睡不著覺 我就跟她說 因為她自己都是要做運動 又著重炸菜汁 她都是很健康的人 但她照到有個肺 有個型 是很小的 1.5cm 我就跟她說 萬一那塊東西 真是不好的東西 其實有個科技 叫Cryo CRYO 冷凍 好像原子筆頭尖少少 一部機有八指針 你對著 就找雙熟這些醫生做 就按下去 然後 就凍死那個扭拐 通常是凍十五分鐘 暖十五分鐘 交替兩次 那塊東西就變成爛肉 你就拔一支針出來 黏上膠布 然後就下街喝茶 她聽到 我立即下街喝茶了 她就快到床上 她那個人的態度就轉變了 她這個憂規就沒有了 因為她覺得自己會不斷轉叉 她覺得會有很多這些問題出現 所以我們一定要怎樣 要令到自己呢 經常保持一個積極樂觀的態度 因為你記住 每一件事情出現 有她背後的善意 對嗎 可能就是這件事出現後 她就更加明白到自己應該有什麼改變 她決定有些生意不做 就賣掉她 她就回來香港 其實對她來說也是好事 你知道男少爺都是做生意 你身邊的人餓她 她會怎樣 她會覺得很煩 但有了這個影子之後 她的人自己想法 就好像闊了很多 即是懂得平衡 另外 遇到令人受痛苦的事情 導致負面情緒 歸之不去 例如什麼 親人去世 離婚 分手 小朋友 小朋友 學業不好 這些都會是 說起 教仔 我去上心理治療 其實我都見到很多 小朋友來的 但其實 現在都是大朋友 十幾歲 到二十多歲 我最初以為其中有一個是若智 即是真正的若智 不是笑人那些 我們上課 不斷在那裡 嘻嘻嘻不斷笑 上到第三天 她正常地說話 原來在幾年前 她父母都是一個 國內出名的醫生 回到家裡 便發覺到 為何她突然間 好像鬼上身 變成了一個小女孩 為何會拿這些東西出來玩 就覺得很奇怪 以為她鬼上身 就捉了她入醫院 然後就驅魔自邪 最後就找到她是思覺失調 當她一有壓力 她便變成一個小妹妹 明白嗎 她要逃避她這個壓力 她就說 她自己的靈魂彷彿出來 告訴你 我投降了 你再逼我做那麼多事 我就變成一個小妹妹 當她沒有壓力的時候 她就好像我們這樣 很正常 就醫治了五年 她父母就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書 就講身心靈治療 她就覺得 從小到大 A到Z的規矩 就導致她的女生病 原因 她父母是給了很多規矩 給她的 還有沒有 很想過小朋友 做某些職業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年代 沒有什麼可以做 就是什麼 支持 鼓勵 還有什麼 關懷 關懷 或者叫做什麼 輔導 輔導 你沒有什麼可以做 你改變不了她 對 我經常都覺得 就算她是畫畫 就算她是畫畫 如果這個是她的天職 是她的強項 她都可以賺大錢 她都可以很開心 對 她想做什麼 你就去輔助她 不能改變她 對 因為這個年代 我見到在座得好些 可能你聽得會多 對嗎 不是 你本身那個人 比較明示你 我還記得很多朋友 跟她的子女安排得太多 是啊 我說最後 好像那個學業好一點 但失了什麼 失了她自己的心理健康 最後得不償失 得不償失 即是我們做父母 在什麼角度 健健康康 她不想要找到性 不要有不好的生活習慣 那就由得她自己去 我經常都很開玩笑 我有個朋友 對她的子女的期望很大 就很小時候送她去外國讀書 結果呢 我就告訴她 你這個模式 跟我的朋友一模一樣 最後呢 她的小朋友 在暑假回來 過了三次大愛 就輸了個百萬 是啊 我說很小時候 離開父母獨立 不一定的 我說有很多時候 你要跟她溝通 那個小朋友想怎樣 不是十歲 就是找到這個家庭人好 這個家庭人以前 有某個地方的總統 都是她做家庭人的 我說千萬不要有這些想法 你跟那個小朋友溝通 所以就 這個年代 你每一樣東西都是 那個小朋友一出生 其實父母只是協助她出生 協助她成長 我們是很難改變她的 將她輔助她 親子都很多話說 知道嗎 可能還有一些有三件 四件 五件 更加多的東西 可以分享 接著就這個 性格關於執著 我又很老實說 負面情緒為基礎 加完美主義的人 很容易有這些病 你完美主義 譬如樂觀的人都好些 但你完美主義再加過負面情緒 就有很多問題出現 我今天跟一個病人分享過 我就說 你小時候的環境是怎樣的 她的父母不是管教很嚴密 直接不教 有什麼就升你兩巴掌 她直接不教 有什麼就升你兩巴掌 但你以後不敢就算了 結果她從小到大 上來的歷程 就很想做好自己 令自己很厲害 因為她沒有人認同過她 接著我就說 其實你都不舒服了 你是不是應該做回你自己 我說 你已經不舒服了 你知道我個人都溝通得很和諧 是不是 我樣子都很善良 除了少少美 都很善良 我說 你對著我 其實你都要這麼用力去笑 你不舒服 就脾氣一點 你不用坐得那麼直 明白嗎 即是你個人是脾氣一點 都沒有所謂的 明白嗎 那個人是喜歡你 你一劇子都喜歡你 明白嗎 即是你不用一定 要做到自己很好 希望得到別人認同 是不需要的 我說你很多的病 就是因為 你要得到別人認同 強硬迫自己做 所以你的身體就開始病 即是很多事 我們要問回自己 即是好像做事都是這樣 我最近朋友想做一個project 我說 你多利人利眾生 即是如果你這個角度是對的 你就先去 中間什麼細節的過不了自己 繼續想繼續談 即是很難去找到一件事 你覺得很完美的 最重要是大朗的東西 你適合了就可以了 因為你看完美主義 你到最後做一下做一下 你就會發覺自己 就迫了去一個很偏執的想法 另外有社會環境因素 工作壓力一定有 是吧 金錢上的困擾多不多 是吧 是吧 這裏真是無止境的 是吧 你家屋兩千隻 去著我朋友 他對海 我對山 然後你又 又賺多兩千萬 又買多一間 又對海 那你發覺無止境 最重要是喜樂 最重要是喜樂 你喜樂的錢就回來 是吧 你賺了十億 你不喜樂的 即是你無福銷售不值 明白嗎 即是最重要是喜樂 你找到你喜樂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失業 每人又怎麼看 失業可能是另外一個 一個創業的轉機 明白嗎 即是每人又視乎你怎麼看 目標不能達成 過程而已 是吧 過程而已 是吧 這個事業受到挫折 學業遇到挫折 那這些大家都實識 是吧 你家層中幾畢業 我小樂 你中三會比他厲害 那些 明白嗎 即是每個人成功 就不是看你是哪些學歷 不是 性格最重要 你知道嗎 即是我看到很多 都是老闆級 是吧 即是都會很明白 其實一個人在社會 性格是最重要的 感情受到創傷 是吧 現在怎麼看這件事 是吧 他沒有這樣的福氣 是吧 最後呢 即每天天你要把我的價值觀 自己重授 還有 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看自己 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其中一個導師 推薦過一個 新生靈導師的一本書 由於時間關係 因為我聽話學得很快 我聽一次基本上會說 看書要看兩天 那我就聽他的題目是什麼呢 外語不是離婚的原因 那離婚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吧 大家想想吧 離婚的原因就是 因為兩公婆 每天都活得很不起樂 很不起樂 就要找出路 去尋求一點點 刺激一點點起樂 結果就被人勾了 明白嗎 明白嗎 如果兩個每天都很喜樂 大家對著大家 很多 很多這個開心的元素的話 你們兩個的關係 會很緊密 明白嗎 是的 你在英特尼找到這個題目的 那個題目是什麼 我以不是離婚的原因 是吧 你可以找到這個題目 不用錢 我買一隻碟都要百多元 是吧 用藥坑番 我經常都跟這些病人說 因為我們的目的 希望去上課 問到的醫生 你會怎麼醫 你會怎麼醫 我問這些問題都很奇怪 我一天問過精神的那個醫生 他閒身心靈 他叫人不要食藥 他在醫院出來的 他的標準是全都很小 於出身的 我問過這個問題 我都覺得他答得很好 我說 那些人經常覺得自己這個慢性病 是業力病 你聽到嗎 就是業力病 他前世做的那些壞事 是今世病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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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到我這麼心熟都會 是吧 我問 我說 我問 醫師 你覺得業力病應該怎麼醫 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 九成幾的業力病 因為你覺得自己是底病 還是他講國語 沒有我講得那麼搞笑 他覺得自己是底病 他說 你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底病 你的病就好了一半 明白嗎 一個信念來的 全部都是一個信念來的 這些全部要鑽念 婚姻困 陷入困 剛才說過 家庭及人際關係不快 難以取得平衡 家人的健康出現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當一個家庭裏面 一個人患了癌症 大家會怎麼看 大家就好像 遮判了死的人 是吧 所以 其實現在是 噴前一點 就是那個生命的觀念 是什麼 我們會往往覺得 靈魂是永生 只是借這個驅學來進化 我們來這個空間的時候 是有一些東西未夠成長的 是不是妻才指導不夠 不是的 是愛 使命感 智慧不夠 這些靈魂才能帶走 是來這裡上課 是吧 上到差不多了 大家大身光多漂亮 就是我用我 假設我這件衣服穿了十年 夠了 我會怎樣 買個件換個件 是吧 你的靈魂 都用了這個驅學幾十年了 是吧 使命都做完了 夠了 他去換衣服 明白嗎 所以就不要覺得 那天死亡 他只是換衣服 靈魂是永生的 你做生命的恐懼越低 你這個人又怎樣 就不會那麼多事情執著 你越怕死就越多事情執著 明白嗎 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怕死 但我怕得太緊要就會怎樣 就會病 就會有恐懼症 就會經常吐不了氣 我也見過以前 有一個人 他拍電視的 他的恐懼症又怎樣 就是幫那間電視台拍潛水 潛到下去 就突然忍不住氣 暈倒 從此 你跟他講游水 幻想游水 電視播游水 他都會忍不住氣 是啊 都是忍不住氣 最後都是慢慢轉了個臉 把那些肝屈慢慢清掉 他便康復了 很多事情是一起做的 另外還有什麼呢 家庭成員患有憂鬱症呢 患病的機會都會特別高 因為可能你都吸在這個模式 是來自你父母 你那些長輩的 所以通常會覺得 老一些傳導物 失衡令到你患上憂鬱症 所以他會補充血清素 血清素呢 何以無話 開心何以無 行不行 那麼這個去甲腎上線索 就是壓力何以無 多巴胺剛才說的是什麼 戀愛會分泌的荷爾蒙 我以前常說的是什麼荷爾蒙 戀養的荷爾蒙 就是這個 現在西醫主要使用 這個叫清素 這個是八丘解 八丘解 如果你經常都聽過 這個是另外一個陣靜劑 來治療 配合心理治療 來處理這個腰鬱症 那麼另外 貴之星 冬天多腰鬱症 還是夏天多腰鬱症 冬天 為什麼 因為冬 因為冬 因為血氣沒那麼好 如果以中心角度 另外就是 日照比較長 太陽 日照比較長 腰鬱症就會少些 太陽會令到人 開心的 令到人有喜悅感 另外在更年期 海爾蒙太低 人就會怎樣 胡思亂常 現在有聽過 更年期腰鬱症 更年期濕疹 更年期濕疹 更年期不質疏鬆 全部跟更年期有關 為什麼reserve幫到 為什麼 因為可以給一些原料 給你做回自己 一些好一點的海爾蒙 所以就會幫到這些症狀 另外有些藥物的副狀 例如這隻 圈壓藥 會令到人有腰鬱症 可以嗎 剛才我都說 最簡單當然是 醫好的高血壓 高血壓通常怎樣醫 通血管 是壓著病症的 要醫好的 通血管 白麗腦醇可以 蟲鼻可以 葡萄紫維可以 葡萄紫維可以 你自己吃高質量的 白麗腦醇通血管 大家通血管 血管彈性很高 它都是高血壓 代表什麼 頸椎病 第三就是 自律神經失調 自律神經失調 它裏面有一個 很亢奮的狀態 它自己不知道 這個是最常見的 很多高血壓都可以斷來的 所以不是一定要吃藥 而且吃了東西之後 你做對的東西 它都可以做到沒有 另外 中醫理念 上述的病 全部都是什麼呢 肛氣屈嚴 都是肛物來的 肛木 木黑土 土就是脾胃 所以很多時候 當你肛不毒 你就會有胃病 當你的胃病不好 這些好東西吸收不到 會出現什麼問題 血氣不足 血氣不足 到最後又是怎樣 又是有抑鬱症 血不足就是抑鬱症 在中醫的理念 另外就是 這個 氣屈日久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這個人呢 經常都很多屈結 久了之後 你就有很多光火 你會發覺 焦慮症和抑鬱症的人 很容易有肺脂 口經常生肺脂 今日生完 天天又生 經常不懂 這個就是他們的特質 從心靈角度 有時候患一個病 會有什麼 有一個正面的含意 就是它叫你休息 要你重新起伏 你逼得自己太厲害了 你應該要想回 想回你有什麼 應該重新做 身心靈角度 往往覺得你用血清素 壓抑它 而不讓你的身體和心靈 休息 接下來會有更大的問題 你強迫身體 它做第二招再厲害 看你休息 明白嗎 所以血清素不是不用 但是急性其實是用的 然後就想方法去斷尾 另外 從心想靈角度 如果人不抑鬱現象出現 在情緒方面 除了抑鬱出現 在情緒方面 其實很多肝病 都是抑鬱症 但它是在狀苦走出來 其實糖尿病是細胞抑鬱 它不吃東西 記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 醫糖尿病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找回它很喜樂的事去做 那些血糖便會掉 那些細胞很抑鬱 不吃東西 那你的糖不被細胞搶 就在血果裡浮 多得就是在小便那裡窩 結果古代就是窩都療 你有內褲 或者有糖尿病 有沒有看那些無線劇集 其實這個是方向來的 方向是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細胞會不吃東西 其實就是因為細胞屈結 明白嗎 就像你失戀般不吃東西 媽媽問你為什麼不屈結 就失戀了 明白嗎 這個就是焦慮症 講法焦慮症是最傳統的焦慮症 它發現如果你有過度的焦慮 或者擔心 至少有六個月時間 而擔心不給擔心的時間長 就代表你有機會有焦慮症 如果你加了以下的徵狀 第一 你經常都覺得 那個人作樂不安 會不會 經常都覺得 那個人裡面很煩 容易發脾氣的 容易疲倦的 難以作中精神的 肌肉在炆緊 為什麼會不會加全身酸痛 你肌肉收緊 就會分泌大量乳酸 乳酸就會酸痛 失眠 怎樣才為之失眠 夜晚超過十五分鐘睡不著 睡著了好容易起床 起床 起床超過十五分鐘才睡得回 這些都是 而且不能連續睡超過六個小時 這個往往都是失眠的一些症狀 所以你看到很多情緒病 和很多慢性病是很有關的 另外心鬼 多汗 呼吸困難 腸胃不適 容易受經 一個說以神生活功能 它就代表什麼 如果你因為有焦慮症 而影響你的工作 或者學業 或者你的家庭 其實你已經明顯受到 焦慮症的份量 很特別 症狼無痴 智慮神經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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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算是智慮神經失禮 因為跟荷爾蒙有關 跟荷爾蒙有關 跟荷爾蒙有關 其實又不是真的好似的 好似的 多汗 沒有潮熱 沒有多汗 沒有怕老 沒有多班 沒有骨質喪鬆 是吧 你朋友的更年期 可能比較特別 是吧 以下的因素增加 出現就是這個 焦慮症 應該正在說 因為我這個 同事的文化很特別 下面就是這些焦慮症 增加的原因 女性患焦慮症 是多於男人 為什麼 因為女性 有荷爾蒙的上落 每個月月經 還沒上落 第二 女性天生是多受善感的 男人 你覺得是吧 是 現在很多男人 像女人 不會的 Carol說 現在很多男人 會像女人 我告訴大家 大家有沒有想領導訓練科生 有沒有聽領袖訓練科生 這個領袖要具備什麼特質 女人的優點是什麼 細心 叫做細心 還有呢 女人是被男人慈悲的 女人是被男人 有什麼 有外心 有外心 還有呢 細心 細心 還有呢 有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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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呢 男人有什麼優點 EQ會高一點 勇敢一點 還有什麼 氣力好一點 還有什麼 包容性高一點 同時現在有幾個女人 還有呢 還有呢 體力好一點 男人真的沒有女人那麼慈悲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 EQ高一點 所以軟件高一點 但你發覺一個厲害的領袖 就有男人和女人的優點 但你身邊發覺很多朋友 是有男人和女人的缺點 我經常提醒我身邊的朋友 選另外一半 就要數 如果你真的想著大家一起走這條路 如果他充滿了男人和女人的缺點 你就千萬不要選 明白嗎 這個是不是很簡單的領袖訓練過程 因為呢 你不斷聽就很容易的了 是啊 我見過很多人是 即是怎樣說呢 又高大又英俊 但是他全個性格 都是一個女人的缺點 是啊 但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那個人很好的 五尺高女生來的 他又不計較 又幫他拿獨屎 阿sir上課說什麼重點呢 他會全顧給我們 是啊 即是他對個個都這麼好的 那他現在就是 做正副工當中 全班大學同學 他是最高級的 是吧 因為他的性格 是很多男人的優點 所以他有一個形聚 你明白嗎 是吧 即是這個是很大分別 另外還有一個 都是 即是你知道 Fest Song有兩個 另外那個女士 她是怎樣呢 問她有什麼 噢 忘記戴了 那本書 放了一個倉底 要拆 所以她轉十份工 都沒有轉年 你明白嗎 性格 是第一位 所以那個leadership 就是 只要你發覺到 咦 數一下他 這個人挺好 他有男人和女人的優點 沒有什麼男人和女人的缺點 這個將來會成為一個好的leaders 我舉個例子 有沒有發覺Vicky 是有很多男人的優點 是吧 Vicky不在 我認識Vicky二十多年 我大學三年級 認識她 是不是讓我震驚 不知道是不是震驚 Vicky Vicky年輕的時候 是好像林青霞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現在 但是年輕的時候 是指二十多歲的林青霞 現在可能是指現在林青霞 現在林青霞都很漂亮 但是 你會發覺 譬如她EQ會比較高 是吧 做事會比較快 是吧 包容性很高 是吧 這些是男人的優點 但是她有女人的優點 是什麼 她有耐性 是吧 對著一些很煩的人 她都不覺得很煩 是吧 還有什麼 她有個愛心 會幫助一些不是很強的人 就是你會發覺到 一個人不成功 就是要這樣 明白嗎 這個就是leadership training 就是我們不叫口號 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林鄭 是發持愛心的 口號而已 我們大家開心一下 是吧 所以 不 我現在要說 我有很多這些事情 說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有個朋友問我 她說 我有一個朋友 就去參加一個醫生搞的心法課程 想完這個心法課程 然後考試做% 做完%之後 可能她的成績比較好 那家人就想請她 或者邀請她 幫忙在香港做這些% 或者搞這些課程 你記住她原本是我的病人 她就問我 她就問我 她說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講會和口才好些呢 我就這樣跟她講了半個小時 我那天歸納是什麼呢 我說 因為你們可能 不是很習慣 你就將每一個case 譬如那個是 油脂性頭皮 怎麼醫好 是Mary 那男人是Peter 他是義兄高同過高 所以脫法是怎麼醫好 你就將每一個理論 加一個人物 每一個理論加一個人物 你就不會脫漏了 不會最後那五分鐘 不知道說什麼 她帶多一個 又是做髮型的朋友來聽的 但我又發覺 很搞笑 我說 為什麼你們會問我這些問題 問我怎麼講會 她沒有來過 但因為她平時 會有聽到我和病人 怎樣去溝通 她就覺得這個模式是比較好 是嗎 所以其實 有沒有發覺 先生學到很多東西 是嗎 是嗎 就是你們很多 很多leader都是很厲害的東西 另外 就是 一生童年的問題 父母離意 疏忽 過度照顧 都會令到她之後 容易招累症 過度照顧的問題 知道在哪裡 她的小朋友 不懂得處理 有時候給牽使她 就叫她自己來 因為你代替不到她的成長 知道嗎 你自己鼓勵 但你代替不到她 面對她的大壓力 或者忠受到打擊 如親人去世 都容易有這些問題 長期如果高血壓和療患患者 就是 因為你會發覺 高血壓是代表什麼 在裡面有一些抗粉潮水 處理不到 高血壓 另外 這個糖尿病 剛才講過糖尿病 是什麼 你的細胞患 她不吃東西 還有有嚴重疾病 都會覺得自己不太好 容易有這個焦慮症 個性緊張 對自己要求很高 完美主義 還有不要有跟別人鬥的心 跟自己鬥得 你跟別人鬥的心 你發覺人很難喜樂 另外 家族中 如果有人患過這個毛病 你有的機會都高了 剛才講過 酒精會很影響一些老的分泌 導致有這個焦慮症 中醫的理念是什麼 思考過多傷疲胃 越想越多就吃不下 一吃不下就出現什麼問題 被毀傷了 不是這個便秘就是腹射 結果吸收不好 血氣不好 血氣不好 結果會有什麼問題 就會有手腳麻痺 頭暈和耳鳴 明白嗎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是有連貫性的 治療法 如何處理這個情緒病 為什麼我們不逐個逐個說 有什麼方法一次過 其實他們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把你們平衡到中間 你那個情緒病 無論它偏邊一邊 它都會自己好 第二這個Harmone Rejuvenator 其實這個世界 是有很多不同的Energy Wave 其實日本是做最多的 有一個Energy Wave 它是跟我們的神經系統 最健康的頻率很相似的 你用著它之後 你就會發覺你的恐懼症 經驗類症慢慢就會消失 這個是日本發明的 我都是近一兩年才見識過 你都知道 我的興趣就是到處去看不同的東西 到處去問一下人有什麼絕招 看過日兩招給我那些 因為這個是一個 鋼細膠醫生介紹 這個科學家給我認識的 那個是做皮膚鋼細膠的 那個醫生 然後他跟我說了 有這些東西 我就說我聽了很多 但是很多不合理的 他說這個是做臨床的 結果他那個博士的女兒 就送了一套給我回家玩 我家裡很方便的 就是在尖沙咀 很多朋友上來玩過 他真的很有明顯的改善 只要是正經人有一個特質 他整天的頸部都動不了 你留意一下 他整天的頸部都動不了 但是很多人用了之後 就發覺他的頸部可以動得回 其實只是一個Energy Wave 只是一個能量 我以前都沒見過 這個是日本發明的 另外半波尿法 就是用來通經樂 這個都是自律神經 但是失眠最有效 自律神經當中的失眠最有效 另外就是調節這個價值觀 和一些信念問題 有事情發生 記住 避免自己做男女主角 盡量做導演 就看看這件事 是想教會我們什麼 明白嗎 原來我做這件生意被人騙了 原來天氣 就知道我接下來要成大夜 就教會我 第一要怎樣 訂貨之前要飛到人家廠 看看 我不是很兇魚頭嗎 有個老襯子 我經常被人騙的 因為 好像Carol說 這個是她的朋友 如果她來找我談 基本上很多時候 我真的不會飛去老遠加拿大 去看她的廠 我經常都不會做 但現在我不飛 我就叫朋友過去看 你在哪個國家 日本我就叫朋友過去看 如果我不飛 然後才正式和她合作 或者才正式和她買東西 這樣就找一隻火多 以前我不做這些 我覺得應該沒事吧 但經歷了兩宗之下 我已經進化了 所以交學費是值得的 明白嗎 另外 另外就是 走起落的事情去做 很多時候 你在工作中 走起落是最好的 大家暫時未找到 我們往往都會覺得 你加一兩個興趣 一起去做是更好 明白嗎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有一個朋友 那時候做海關 他就剛剛學 八字 還是紫微豆數 現在他什麼都認識 但那時候他應該是學八字 誰知道現在有WeChat 是嗎 WeChat 我朋友就登 他的店 開了一間在順德區 那樣 就是甘普來的 我看到跟他拜神 那個就是我當時那個朋友 即是二十幾年前 跟我看八字那個 因為他剛剛學 他就問 你要不要緊說 你什麼時候出生 但你知道很多人很害怕 就是被人知道 什麼時候出生 怕怎樣出生 特別美女 很害怕被人下降頭 對不對 所以 我就不怕 我告訴你 我就想起 其實他當年是做海關的 是不是 他就是用他二十幾年的興趣 現在成為他的職業 我想在國內 幫這些 上市公司 拜一拜神 收拾一收拾 都很多錢賺 你明白嗎 即是他這個轉型 第一是他的興趣 第二是什麼 有些將來成為他賺錢的一個項目 即是很多時候 你可以在你工作上以外 找一些你的興趣 慢慢發展 未必在一兩年的事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 另外就是每件事情 都有他的含意 記住要找一個正面的含意 即是你不要覺得那件事 一出現就是一件壞事 不要這樣想 你這個人就會活得喜樂很多 很多人 記不記得我講頸椎病會導致什麼 膠感神經按進 你經常睡不到覺 所以脊椎治療是治療好頸 但為什麼往往是脊椎治療 要復胃才做肌肉呢 大家當不當做按摩 按摩不夠明天又緊返 原因是什麼呢 你的脊椎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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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捉住他 他救你 他怕你再歪你 你不復胃 不放正 那些肌肉是不會鬆的 你揉個臉 只有幾個小時 但是你復胃之後 再鬆個肌肉 肌肉就會鬆了 那代表什麼 肝煮筋 腎煮骨 你踢在這裏 你不要發覺 越勞氣 肌肉越硬硬 肌肉越硬硬 你踢了一些情緒 就釋放了 明白嗎 就是你透過這個方法 很多人睡不到覺 為什麼做完脊椎治療 鬆完肌肉 然後睡到覺 原因是 除了真是治療神經問題 就是透過脊椎釋放了 我的情緒 透過肌肉層面釋放 肝煮筋 筋就是肌肉 肝煮筋 可以嗎 所以就追著也好 通常我們會加什麼 浸三磅粗鹽 不要熱 開乾水就浸 浸到頸 為什麼 身體的鹽分 外面的鹽分 會將乳酸帶走 你一個人就會放鬆 一放鬆就會睡得著 為什麼不會太熱 因為大家都很忙 回家裡浸乾水 都12點了 你很熱就等於跑完步 你睡不著 冷的天氣 浸五分鐘加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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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就可以保持到 不冷撐 但鹽就浸到身體了 第二 冥想五分鐘 最少 其實冥想和睡覺 什麼分別 冥想會進入一個 腦電波 叫做菲塔波 對不對 最後這個菲塔波 這個菲塔波 就是人的收復力最高 收復力最高 在冥想 你會往往知道 身邊發生什麼事 但你好像睡著了 最重要就是放鬆和收復 因為它有很多統計 當進入菲塔波的時候 整個人的電位是最美的 另外就是天然儲管 為什麼reserve可以幫到人 reservo可以幫到人 巴黎露醇 原來是有數據的 這個物質就是幫助身體 減少血清素 你吃巴黎露醇 可以按住這個物質 令到血清素提升 所有人吃了會開心 拍一拍一下 這張照片 MAO 我們有一個物質 叫MAO MAO就是幫助按住血清素 如果你吃巴黎露醇 可以按住這個物質 就沒有東西擋住你做血清素 結果你就會開心 但是吃傳統血清素有什麼問題 試睡真的很厲害 我很多朋友一吃血清素 他不懂什麼中醫自然療法 但一上班就很害怕 睡覺也沒問題 但幾天上班就開始想 我是不是不應該吃 接著才去問其他意見 但如果他在自殺期間 你覺得很擔心 唯有先吃也沒辦法 接著慢慢減少 reservo幫助 passion flower 知道是什麼嗎 西花年都是幫助改善情緒 Malinean在香港還不夠出名 因為失眠 都可以改善情緒 放鬆的草藥 St. John Ward 就是更加出名 灌熱連橋 Orum是純粹療法 自殺型的人 這個純粹療法好得 Oromet 如果你在英特朗買給你朋友 你朋友經常想自殺 想幫幫幫他 很便宜的這些一百幾元的東西 你在英特朗買 你就打30C Oromet 30C 因為他有很多道數 因為我沒見過他30C 是最穩固的 你就開始給他吃 如果他真的經常想自殺 你看一下對他的幫助 可以不可以 知不知Oromet 不是啦 拉丁文是甚麼意思 金啊 高啊 金啊 阿B 嚇倒了 阿B 被隔壁的狗追 嚇倒了 然後發惡妄 阿婆通常會怎樣 拿一隻金戒指煲煲水給阿B 喝掉 沒有聽過嗎 所有阿婆阿叔的事都只有我聽過 但為甚麼又會在那裡 為甚麼 他這個方法就是拿個金梨子 對不對 拿個金梨子 而金是鎮靜神經的 行不行 但你知道我們這些 假裝九十後年青人 就是用一些新潮的方法 用這些頻率 是吧 就是幫助到一些 真是會有自殺經驗的 甚麼呢 都是另外一個鎮靜的樣子 這些人會有一個特質是甚麼呢 比較自我一點 經常會戴著一副黑超 他在抑鬱症裏面的原格是這樣的 另外如果真的撞到頭 而導致有抑鬱症呢 這個叫做 Net S 其實S是 sodium sulfate 是一個頻率來的 這個也幫到這些人 可以嗎 因為我們熟悉這些 就覺得當說來順便幫助朋友 對 對 另外呢 提高Endorphin 萊肥太 就是你做帶有運動 會提高的一件事 跟著呢 就會發覺到 其實吃辣東西 都是提高Endorphin 所以吃辣東西會上飲的 就是吃辣東西 是提高開心開耳目的 那個原理是跟做運動一樣的 好嗎 梳干就是燒藥丸 丹枝燒藥丸 是不緊的 是嗎 陰虛火旺三非之熱氣 那些人吃的 如果你吃到西瓜要暈了那些 你千萬不要吃丹枝 你會暈了 那你就吃燒藥丸 就是學不到吃燒藥丸 這個是青江的 玫瑰花茶這些都ok的 但因為我們是龍的傳人 這些古方是正的 我寫給大家看一下 金針都是青江的 就是我們附著 金針雲血蒸雞那些金針 但我覺得這兩個很合理的 就是你朋友經常攀氣 頂住胸口 接著整個運蒸又很脹 那你吃這兩隻就可以了 隨便吃一隻 人都吃完兩隻 陰虛火旺吃丹枝燒藥丸 航底那些吃燒藥丸 今季神器軟勁的 我講甚麼 補腎是自恐懼 就是它現在有很厲害的恐懼症 如果它是這個山非之的 就是它是腎陰虛的 就是陸媚帝王 腎陽虛的 就是它很怕冷的 那些腎陽虛 就是金針的腎氣軟 KD-I-U-V 是我們自己在 I-U-V 是不是 印度草藥 這個是我們自己找的 阿絕年 你英特尼買到的 精安酸是很順的 精安酸可以令到你產生 年輕的荷爾蒙 我的角度是甚麼 萬一你現在有這些方向 還有抑鬱 有Honey Addict這些方向 巴黎露醇 梳下降 明白嗎 就是你有幾招在手 你的人 可能甚麼都不做 那就過渡了 然後就問一下自己 我做甚麼 為甚麼我會有這個感覺 天上跟我說甚麼 你就找一個正面的回應 可能我為甚麼 那麼緊張一些孫子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命水 明白嗎 就是你要這樣 我就想多幾招 給大家過渡一下 那麼龜皮 龜皮丸有甚麼特質 它補氣得來 是不是 健脾的 就是剛才焦淚症 即你有焦淚症的 就吃了龜皮丸 八珍湯最簡單是甚麼 血氣不足那些焦淚 血氣不足那些焦淚 但又是那句 你生育脂 你當然不要又吃八珍湯 不要吃龜皮丸 全部都是要看體質的 那麼苦女根年期 有個西草也很好用的 叫Red Cova 你覺得吃了八珍湯 都沒有了一半 你又不想看西醫 你就去買Red Cova 這些很便宜 一百幾十而已 一百幾十而已 一百幾十值一個月 另外就是這個 高血壓引起的病症 就處理高血壓 盡量減少用西藥 好嗎 有甚麼問題幫朋友問 好嗎 好 我之後給Dr.Chang喝杯水 好嗎 給個掌聲 Dr.Chang 掌聲非常好 OK 可以了 這位朋友問 她是一位50歲的女士 她是天生少了一個心犯 在2012年做了手術 就是她做了一個 叫做活動的主動反 心肌肥大 心臟肥大 心臟肥大 搭橋和心房的震動 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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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吃這幾隻西藥 可不可以減少藥不吃呢 吃配泉有沒有效呢 就是這樣 裡面有沒有ASPIN和WALFIN 這個簡體字 是 有沒有ASPIN和WALFIN 有沒有ASPIN和WALFIN 其實如果你在吃爆血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吃的 但是在吃爆血的東西 有一個叫 International Normal Ranger INR 如果INR過了3 它有機會有一些皮下出血 行不行 通常它會設定大約3 如果去到3以上 去到4有機會皮下出血 你就要把某些西藥慢慢減 因為吃高鹼的東西 例如果汁 或者一些高鹼的鹼性水 或者一些菜汁 都會令到你身體 那個薄血情況好了 可否避免令到你自己 現在會有一些皮下出現的現象 你最好就檢查剛才那個INR 然後看到3以上 你才慢慢減那個 因為它簡體我不會看 減ROFIN 通常都是ROFIN和ASPIN 可以嗎 好 OK 曾經有過血癌 已經康復了 但是今年懷疑有腸癌 建議它吃了reserve 但是3天之後它便開血 想問一下 是否患了這個腸癌 吃reserve 有很多幫助 還有空腹吃得不可以 其實醫生直說並無虛言 大家如果有看論文 只知道癌症細胞是reserve 是可以有幫助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吃了癌血 有時未必是壞事 知不知為甚麼 可能你的腸癌 它開始有些動作 有些血管爆了 也不奇怪 所以你會找出癌血真正的原因 就不只是看它癌血 但是 如果你以前有這個血癌 現在又在腸癌 你又要想一想自己為何會有這個癌症的體質 你自己會不會有一些很悲觀的情緒 一直都沒有處理 它提完你 接著你用化療壓下去 癌通常是化癌 壓下去之後 可能你沒有了病症 但是接著你怎樣 現在還有一個腸癌 腸癌通常都是悲傷 悲傷 即是你有甚麼情緒壓抑下去 你就問自己 慢慢去找它 為何要怎樣做 如果說比較民間療法 在腸癌那裏 又比較有多人成功的 就是露筍汁 新鮮的露筍汁 你就買這些有機露筍 每天用一兩磅 打爛它 用blender混水喝 沒聽過嗎 沒聽過 聽過 搶癌比較有 是露筍 這裏就是前線炎 每天吃兩包 我們這個配傳 但是吃了兩個月 依然覺得很累 因為它是開司機 它很擔心 是 是 意思是你吃之前沒有那麼累 吃了之後累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通常 如果你吃了某些好東西 它要你還的 知道嗎 就是你過往 它爆卡 現在吃了好東西 它迫你睡覺 我今天都和病人分享過 我曾經見過 有些是患癌症 我做了電療法療 然後我朋友送了一套好東西 給他吃 澳洲出的 他睡了七日七夜 只是小便飲水 大便 是 竹水而已 頂老 因為他兒子經常熬他 他怕他媽媽不行 他媽媽就罵他 我整天趕來怒醒我 所以就叫他 放一些竹 他有空喝一下 他都沒什麼胃口 總之他喝完 然後就埋胃睡覺 但是一醒了之後 那個婆婆跟我說 他覺得自己 好像年輕了幾年 有些是橫的 你明白嗎 他之前用這麼多毒藥 他身體缺乏的維他命抗物質 都很驚人 除非打針化療 這些維他命抗物質 很多就隨著要中和那些化療 那些小便走了 所以就盡量 你說吃到三包 然後在香港睡幾天 看看可不可以 明白嗎 但潛熱腺炎最關鍵是 不要引尿了 因為你開車 第二 煎炸熱氣身難不要吃 因為你一吃炸熱的 壞潛熱腺素一出來 潛熱腺炎就回來了 明白嗎 即是一個體質問題來的 這個就是說 血色素從九跌到七 血小板微跌 白血球微升 由以上的情況 醫生建議他 開始做標靶藥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吃reserve 會有幫助嗎 還有每一天要吃多少 另外他說 做血的骨髓是纖維化 需要換骨髓 第一件事 就 reserve 在這個角度 當一個整存的營養 去托你的體質 可以嗎 那標靶藥也有它的毒性 你托高了一個體質 但是吃標靶藥 那個反應 就希望沒有那麼高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呢 有沒有做過一兩次化療 有沒有做過 沒做 沒做 醫生是不是都建議 做不做 不知道 因為他做血功能有問題 通常都會做 可能做三次 你看看之後 他會不會反彈 如果會反彈 因為他已經跌到七 很多時候會輸血 如果會反彈 在這個期間 你就多給他幾招 因為他現在跌到七 你叫他不做這件事 萬一他出了時又不好 如果他做了幾針 他真是那些指數上回來的 他做血功能上回來的 那可以再有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好嗎 這個女士46歲說呢 他寫個字叫銀燒 銀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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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多年前已經沒有復發了 偶爾會有小法 但是三個月前開始吃了一塊 銀絲病 每天兩包 半個月前就局部復發 那他應該怎樣吃這個產品呢 第一件事 銀絲病是甚麼病 就是牛皮屎 牛皮屎 牛皮屎是甚麼病 自體免疫病 在我身體攻擊他 第一件事 肥靜瘦 現在是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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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key是高鹼飲食 高鹼飲食 我做很多銀絲病 我通常鼓勵 煎炸氣辣食 一定不吃 你自體免疫病 越吃辣食的免疫 就越瘦 白蘭露術 都是屬於鹼 你如果在這個階段 你發得很厲害 我建議他 喝大量鹼性的食物 令到鳴療多些 在小便酒 不可以皮膚走 因為你排毒 皮膚排很可憐 在大小便酒 蓋上廁所 沖走 你全身爛了 又痛又癢 但又睡不到 那就很辛苦 你用高鹼轉去 就放大便 你看皮膚 會不會修得快 就不要急 去到三巴巴黎老巡 我吃了安眠藥 大概四年 曾經試過吃AMPM 一段時間 但未見有好轉 吃了一個月 所以現在停了吃 但血壓又很高 是否因此影響呢 還有它是有喝酒的 喝酒應該怎樣戒 喝酒怎樣戒 你見到 我們有很多絕招 剛才我見到一個半波療法 其實它是一些能量的貼 就是和你貼在貼竹三里 通常你電一個鐘 你的酒隱會沒有了一半 明白嗎 戒煙都可以 其實我們當年的發展 是用來戒糖的 是用來減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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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都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其實有些朋友 來節師的時候 是 他糖尿病很嚴重的 嚴重得要前衛 他做了節師產品 好一點 但他晚上的暴食 還繼續暴食 你們好心底的會員 就問我 你叫他來臉一下 他臉到第一晚 他已經沒有吃 晚上的麥當勞 每個人都習慣了 如果你正常看了 在九十磅 去到一百八十 你一定是有一些情緒 明白嗎 就像台灣有一個女歌星 突然間碰 我一定覺得 他有情緒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講誰嗎 是 這個貼了 這個問題 出口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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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貼了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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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其實我都很老實 當你知道自己是有於酒的問題 你要找出那個心恩是怎樣的 就是有些甚麼 那麼不開心呢 明白嗎 一喝酒期間那個多班安會高 你便去騙 過了之後 你會不斷在這個巡邁 是吧 你五官生得很好啊 我便沒有收拾過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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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天那麼多優點 又fit 是吧 又懂得Macky 又懂得這麼多朋友 是吧 就是你找多些東西 欣賞自己做多些東西 就是不用靠就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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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顏是多些挑戰的 知不知道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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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靚了幾十年都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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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問的風爛 可不可以吃配傳 那有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平時吃什麼好一點 我先回答這個 是吧 逢親處理皮膚病 最好放大便先 明白嗎 你放大便 皮膚排度會低一點 肺 肺會排度 你被人擊傷的時候 你的呼吸會有味的 你留意一下 老氣的呼吸會有味的 接著就是皮膚 人最大的器官 接著就是大腸小便 你如果不在大小便走 你經常皮膚走 就不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你瘋狂放大便 給自己聽的訊息 你什麼都沒有 就是西梅汁 是吧 但是這個胃頂的 食生果的胃痛 你就看著 西梅汁一定要兇肚 不要溝水 一早起床 一早起床 喝250秒 翌日三個小時就會窩水 這是最傳統的 但是我們新潮一點 我們會有些東西 放大便 你先試一包半包 白黎老闆 明白嗎 吃了好轉反應 在皮膚排毒 你又不happy 你要自己知道 整個流程是怎樣去做 接著呢 是一個朋友 33歲的男士 一個星期前正式患了胃癌四期 已經擴散到淋肝和肝 3月7日就開始 每天吃九包配傳 配合出魚 出魚藥 和食素 和食素 是否可以幫助它 這個角度是什麼呢 你托免疫 對不對 他媽媽媽 講不講得像癌細胞的增加 明白嗎 他現在很踏馬 你知道嗎 他這麼踏馬 只用一招行不行 我就有點擔心 其實呢 那個角度 是什麼都沒有問題 就算他找到 配對到DNA 再吃標靶藥 按一按都沒有問題 但標靶藥是延遲生命的 你知道嗎 他說九成有效的邏汁是什麼呢 假設根據胃癌 現在有五個人有胃癌 沒有吃標靶藥有100日命 現在呢 再吃標靶藥 原來這五個人裏面 有四個會有101日命 就叫做八成有效 是這樣 即是不是康復的 明白嗎 標靶藥的原理是這樣 可能醫生都會跟他說 所以你找多幾樣搏替質 有一個叫CIK療化 是免疫細胞療化 是抽自己的免疫細胞培植 打進去的 往往柳子都會縮一縮的 你可能就用幾招 令到他自己最兇的柳子 先縮了 接著同時間 再用配傳 成功率就高跌了 明白嗎 即是我覺得 最重要是什麼呢 體質不要跌 即是用了些招之後 人會瘋瘋瘋 要睡床的 免疫系統會跌的 吃不到東西的 即是那些不要教 你用多幾招 想到有氣壓力 癌細胞縮到 接著你再慢慢有時間打仗 我們的角度是這樣的 好嗎 一個男士42歲 一個月前做了通波仔 由手臂的內側擺到支架 現在依然手臂會突然瘀了一塊 他現在應該怎樣吃公司的產品 配傳呢 每天吃兩包 AMPM早晚兩顆 要不要吃Fility 應該怎樣吃 第一這個是不是可用性支架 是嗎 不是 不是嗎 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很鼓勵人放支架 最好放被迫 如果你太窄就用可用性支架 通常就用了它 但是你說 又是那句 因為你放這些支架進去 它怕你會失去 它一定會開爆血液給你的 就是看著那個血的薄的程度 和配傳去配合 不要吃得太厲害 兩樣刀 結果呢 就有皮下出血 來出血 接著去磨血 接著就沒有了 明白嗎 用剛才那個練習 相當平常的程度 來安排 其實現在你去福審 醫生也會跟你做 你現在去到四、五 可以減一些薄血軟 很多醫生都會很根據你的情況 明天還會跟你做 如果你是看師家的醫生 是嗎 請問一下催眠 可否治療到情緒病呢 要看催眠治療師的功力 如果他的功力是可以的 是的 可以的 如果他清除了潛意識的心理問題 可以治療心理問題嗎 但最重要是你找不到哪一頁 你的潛意識按下去 你不知道在哪一頁 你知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如果催眠治療師跟你合得到的 你就試一下 試一下 發霧赤症 用在人心 對嗎 即那個人是有心幫你的 或者他有心醫好你的 你覺得他都很有愛心去協助你的 你就試一下 因為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 做催眠厲害 我的家人做催眠也很厲害 是的 不是 因為我家人 他的廣東話很差 所以現在我的公司 他的英文做催眠 可能那個市場很窄 所以我暫時 我的公司是沒有催眠做的 是的 他又怕他用廣東話 跟人家做催眠 誤導了一天 因為上次我說 我這個朋友以前在台灣 做藝人拍電影 不過現在從商沒有做 然後他回到家問我 為何你的朋友會受傷 回到重商 不是重商 然後我就說 你學好一點廣東話 然後才開始幫人做催眠 要不然我怕這些內容 會帶領著那個人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是的 即是催眠才要咬字井 是的 但除了這個人的資訊 很好 他們要聽文講 就算了 OK 那這個15歲的男生 脫髮很嚴重 吃了白日露信 兩個星期發燒 時燒時退 最後要上醫院打釣 不知道不應該繼續服用白日露信 或者應該怎樣用 他是不是有自體面影響 是嗎 沒有啊 確確嗎 AntiDNA有沒有確確 沒有確確 我覺得他有機會自體面影響 即是如果吃一些 和麵液是這樣的 有關的食物 那麼容易會發燒 有的機會高 但我會這樣看 你再想吃 又擔心的話 都是那句 放大便 用高鹹飲食 然後由半包開始 但是很多年輕人 十五六歲 他脫髮 他不是斑禱 是嗎 不是斑禱 是嗎 他是前壓 他是前壓 如果講傳統醫理 我沒有見過他 這個是肺醋 這個是肝火 行不行 這個是肺醋 這個是肝火 你可以在這幾個方向幫助他 其實很多方法 這麼年輕 只要他不是自體免疫攻擊 他成功率很高 我們以前是用大劑量 礦物質 蛋白質 一谷很多人都會刪到頭髮 然後你就行行血的風格 即是你找到沒有熱力的紅外線燈 也可以 你找些東西 加上毛巾 跟他做些少少敲打也可以 總之那個血氣一好 他就刪得回 好嗎 好 好 OK 或者我們讓Dr Chan 先休息一下 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Dr Chan OK 剛才聽到Dr Chan說 很多情緒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病 他都提到一件事 提到什麼 提到什麼 巴黎怒醇都提過很多次 其實我們公司美生指示 我們有一個產品叫佩存清華 那個巴黎怒醇是非常之好 幫助到很多人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幫到這麼多 究竟我們這個產品是怎樣的呢 我們想請我們有一位 很資深的我們一個伙伴 我們公司其實是六年多前 開始的 全球性開始的 是一個美化公司來的 六年多前 他同一批朋友的時候 他當時已經參加了 已經累積了這麼多年 他見證了很多朋友 這個產品運得很好 所以 我想邀請他來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我們公司的產品 裏面有什麼好嗎 我們要以你的掌聲 我們有請我們 製作審柴 我們Jerney 加油 大家好 我是Jerney 歡迎大家 有些新朋友 可能有些是我們的伙伴 來到我們今天的健康伙組 Dotter Chairman是不是很精彩啊 這次的關於情緒病這個題目 其實都是我第一次聽過的 Dotter Chairman的題目 因為我們與時並盡 因為很多內的朋友 可能好像雜友一樣 已經一連串聽過Dotter Chairman的題目 每一次都很多 在生活上的常識給我們 因為讓我們知道 原來成因真的這麼簡單 可能只是有些生活上的習慣 調一調教 就會如何 健康下來 好嗎 好了 今天我站在這裡 為大家 剛才Hippo也介紹我 我在哲司六年時間 是因為 我給大家吃東西吃得多 吃哲司的產品吃得最多 所以我就站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事不宜遲 今天我們有很多內容 豐富的是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產品 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嗎 我們美相哲司 剛才提過 Dotter Chairman說過很多 都市病 情緒病的成因 其實裏面 又提過一個物質 一個物質 是什麼物質呢 叫做百泥露醇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聽過 有些是因為認識哲司 所以聽過 其實這是不是很新的發現 其實不是 在十幾年前 哈佛大學 一些營養學的 專家 人類健康的 科學家 已經研究了 但是他們研究了什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你們會比較少聽到 原來 他們 就在熱帶雨林 看看他們想想想 為什麼那些樹木 是由小時候 但是他們 風吹雨帶 日曬雨林 做了蟲柱 為什麼 我講的樹 不是普通靈根道 見到的大樹 那些蟲柱 而是五、六個人都摸不完 那些 大家可能都自己摸過 或者在照片看過 那麽大棵的樹 那些樹 原來他們說 咦 為什麼會立北島 這麽震氣呢 然後研究樹皮 有很豐富的 就是百泥露醇 來保護這棵樹 所以 由一棵很小的樹 變成一棵這麽大的樹 那我們吃樹皮 就行了 百泥露醇 用什麼買來吃 行不行 原來我們人是消化不到樹皮的 那我們從這個研究方面 就引申到 一直研究 研究 哦 原來百泥露醇 是植物性的一種物質 那裏面 有很多其他 我們日常接觸到 例如花生 甚至乎我們吃的 經常吃的提子皮 提子 原粒的提子葡萄 都含有很豐富的 百泥露醇的成分 所以 他們就 也都發現了 這個物質 是啟動我們 動物的基因 我們是動物 我們高級動物 啟動我們人家的基因 好了 那百泥露醇 大家 如果再講深入一點 就說 又生活化少少 大家有沒有 喝過紅酒 沒有喝過 都會聽過 對不對 然後紅酒裏面 裡面呢 有很豐富的 百泥露醇 不過呢 只有1毫克 一瓶紅酒有多少 有多少成分 750毫克 是不是 熊星 一瓶紅酒 這麼大支 也只有1毫克 百泥露醇 講到美食哲司 我們的 貝傳清華 那個產品 其實裡面 大家 如果有朋友 可能都喝過我們的產品 一小包 是30ml 1盎司的成分 就已經含有186毫克的 百泥露醇 已經證實了 那就是大家立刻在這裡計數了 不用計了 就是喝一包 一小包 等於喝一瓶 186瓶紅酒的抗氧化 但是 沒有酒精 也沒有副作用 那是否厲害 所以我們的功效 這麼好 有這麼多東西 可以幫到這麼多朋友 是原因 在這裏 我們可以宜免益手 喝了百泥露醇成分的產品 亦都是 原來大家有聽過 亚士忽靈這件事 剛才提過吸血 如果我們缺血 醫生就會開些 Aspin 叫做亚士忽靈 給我們 也有消炎作用 原來我們 貝傳清華的產品 它的成分裏面 是比一般的 亚士忽靈高出60倍 但是沒有藥性 沒有副作用 大家有聽過 十幾年前 可能有朋友 也有吃過 叫做Q10 葡萄紙核 耳士忽靈裡面 很厲害的抗氧化 很高的抗氧化 原來 百泥露醇 即是圓粒的葡萄皮 裡面 是很豐富 高出40倍的抗氧化 也有說過 我們 香港人 個個都會有機會 被人傳染 甚至是 那些抗氧化 都會感冒 大感冒 如果我們這樣病 會怎樣 睡在床 可能吃藥 看醫生 又打針 又吃抗生素 但原來 只要我們吸收大量的維他命C 而我們能夠吸收 如果你在坊街買到那些 一聲那些 那些可以嗎 那些其實可以 那些用吸收不到 就算吃多大量也吸收不到 但我們的 配傳精華 裏面 是可以令我們 被一般吸收的維他命C 很安全 亦都是高出多少倍 八百倍 所以我們如果病 我平時 我不知道大家 我正常時下 可以吃兩包 兩包的配傳精華 但我也是人 對不對 我病了會怎樣 我六年都沒有看過醫生 我都吃了六年的產品 六年我都 哇 這樣也很好 那就是 沒有看醫生 即是 病到死死都不看醫生 那我不會的 那我當然有原因 那我就會給我平時 吃的份量多出三倍 那就好回來 即是大約吃六包 大家不要驚訝 我每天都這樣吃 如果每天都這樣吃 你會怎樣 何巴高萬化 對吧 那我最高紀錄 真的有一次白燒 一百零四度幾 因為體質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貧化 其實又周圈路頓 又出門 然後有很多東西要處理 那我都是人 我亦都接觸 經常幾百人一千天的會議 那很多朋友會有 有病的朋友會有些細菌 大家不用怕 那如果你多吃一點 來到這個會場 先吃一包 打底 那應該沒事的 那我最高紀錄 大家不要模仿 這些是誰研究訓練 我吃過 曾經最好幾乎十包 我怎樣吃呢 兩包兩包這樣吃 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體質 我是不看醫生 我不吃藥 但我會被我另一半罵 你病 你走到咬 我不是在那裡咬 但這個真的是 真正正的我自己的體驗 那我就藉了一天 第二天的情形 第二天 立即是沒有了消 而且一個人的體力 是不會病到睡在那裡 我仍然出來可以工作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真實的見證 這個產品真的吃到 令我自己自癒的能力 那坊間很多時候提及一些 產品抗氧化 甚至可不可以治療這個癌症 那其實白麗魯純本身 它不是一個藥 它也不會治癒癌症 因為其實 其實 白麗魯純本身 它可以 因為大家有個片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如果沒有 問回你的朋友 可能我都會找到這個片 在一個坊間 一個Doctor William Lee 他是一個華人 但是他在一個法部會 曾經提及一個 講他自己研究到 癌細胞 原來是有不明的 血管增生 供應營養給這個癌細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 這個是一個法部會 一個醫學的法部會 當我們 他也發現 如果截斷這些血管 那些癌細胞 就會自然丟脊 這也是一個 醫學的證明 好了 然後他也發現 白麗魯純 是其中一種物質 是可以將這些血管 截斷 癌細胞沒有營養 人沒有營養 會怎樣 會死 會不見了 就不若而愈 但是 不是一個等同醫治 所以大家要明白那個理論 而且我也有問過 一些相關的專家 是關於白麗魯純的專家 他也提及過 如果做抗癌 化療的朋友 同步遵食 白麗魯純 是可以提升它的體質 是打仗的 因為做化療 抗癌的治療 是同歸於盡 好的細胞 都會打死 很多人不是因為 癌症而死 是因為在打仗的過程 頂不上有很多併法症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個原理 我們在這裏 好了 我們的配傳精華 亦都不是一般的產品 大家亦都聽過 可能有些朋友 十多年前 可能都吃過 咦我聽過白麗魯純 不過 當時我相信 只有軟裝和蔥劑 我們大家都知道 軟裝和蔥劑 我們吃下去 我們是需要經過胃的消化 胃酸會破壞七至八食 你要吃很大量 很大量 才得到你所需要 吸收到白麗魯純 抗氧化 但原來我們雙哲師 很有智慧的產品 這包產品 除了可以站在那裏 像我那樣 站在那裏 不需要躺下 也站在那裏 他們都不需要用水來服用 只要你躲開它 你去到哪裏地方 你去旅行 你可以帶著它 慢慢吃 它是營膠狀 營膠狀 我們可以留在這裡 捏膜 含著 慢慢吞 全方會去找你身體的問題 會幫你處理 即是說 我們的產品 不是用胃來吸收 所以不需要 建議不建議用胸肚 因為我們用黏膜來吸收 你未去到胃 它已經可能吸收了七八成 越吃得慢越好 所以慢慢吃越好 我有一個媽媽 真的很聽話 說 媽媽 我的朋友說 叫你慢慢吃 我媽媽就吃了 我朋友給了一百一百六成 媽媽八十幾歲 吃完 做完好東西回來 十幾分鐘 你還在吃 你真是很聽話 她說 慢慢吃 逐滴地吞下去 很開心 而且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你要小心一點 有這麼高 放這麼高 因為他會和你吃光 我朋友回家 為什麼不見了一半 你兒子吃完又小 要小心 因為 還有 我們產品 除了它很智能 給我們吸收之外 原來 它原用我們中國人 國水 中醫 中醫 大家也看過 放完 去那裏拿藥 原來我們的藥 醫生不會開兩三種給你的 起碼都六七種 十種 八種 我最高叫他吃過三十種藥 中藥 一個種 整個鍋很大 中醫這叫做 協同效應 腹方協同效應 我們的產品 也是沿用腹方的效應出來 剛才提到薄血 即是稀血藥 假如 其實它有限制性 如果單一的百里露醇 你在網上一查就查到 它有很多好處 亦有很多限制 例如 譬如 單一吃的 如果你在吃薄血丸 不可以吃 準備做手術 都不可以吃 手術前 手術後都不可以吃 為什麼 因為它是稀血的 會令到你傷口聞到 如果受傷會很危險 但是 美傷哲師它的產品 就是以一個腹方 將這個 副作用 以及 將這個限制 都改變了 都改善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 使用腹方的 本源精華 就沒有這樣的限制 甚至乎 有些朋友 一路吃它 配合薄血丸 吸血藥 那吃一口 就像剛才多德商提過 你要監察的指數 當你的血 痰 越來越低 的時候 你就要減弱 減弱 來做配合 不是一次過減 我們千萬不要自己減弱 我們不會提議自己減弱 是要通知醫生 讓醫生幫你 把藥的指數 監察去減低 這樣就會很安全 因為最終我們都是不想吃藥的 是不是 如果不傳清華 或者八雷路上的產品 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就不若無二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它腹方有什麼呢 有甜英圖 藍莓 巴西姊妹 紅色流 綠茶露莓 還有葡萄籽 還有原粒葡萄皮 那裡面 大家看到 我不多說 這些水波 你們全部都在街市 是不是 甜英圖 可以幫助我們的關節 藍莓可以對我們的眼睛很好 巴西姊妹 可以幫助我們的 控制我們的排毒 和身體代謝 紅色流 大家都吃過 是幫助我們 平衡我們的胰島素 綠茶 對我們的心臟很好 蘆薈 是幫助我們消炎 還有 這個葡萄籽 可以抗自由基 增加我們免疫的能力 所以 我們吃了 這個其實 總括來說 我們的 八雷路醇 是天然的吸血 天然的抗生素 是血管的清道庫 就是我們的功效 功能 如果大家 如果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 這個產品 可不可以舉手 告訴我 今天第一天上來 如果沒有試過 產品 咦 這樣嗎 等一下 快點去找來吃吧 好了 來到這裡 其實我 跟大家分享了 八雷路醇 我自己 當年吃了很好的時間 我以前 很多年前 十多年前 我也有吃過很嚴重的藥物 因為我都是一個長期病患 我也有一個很嚴重的硬皮症 吃了一年的紅斑狼瘡藥 導致自己的身體 提早的退化 當然 今時今日 你看到我 我不是退化的樣子 我不可以 拿我的內臟 去管給大家看 是吧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自己 所以我六年不吃 也很感恩 可以因為產品 幫了我 講個 好消息給大家聽 最近我做過一個量子測試 可以測到我身體的脂肪 各樣各樣 其中一個就是身體代謝的歲數 我出來的報告 是 這麼辛苦的 你 人少少告訴你 30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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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這個歲數 過多幾年就等於一個 我現在真正歲數的 相配 過多幾年就差不多了 即是你自己計算吧 我不想聽 人少少在廚房 很感恩 其實因為我們身體裏面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調整 排毒 例如幫我們排毒 還有令到我們免疫系統增強 我們病就少了 弱就少了 人自然會健康 又會美 對不對 在這裏呢 除了我的分享 我很想請兩位朋友 他都使用我們的配傳精華 能夠有很好的 對自己有很多的幫助 第一位呢 我搶兩位出來 第一位呢 我想請 Candy真 是 這位是Candy真 你好 第二位我想請 Maggie Maggie金 大家好 我叫Candy 有些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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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一會 我從事飲食業 15年 我身體裏 就令到我肩頸 和這個叫做辣骨 就會抓住抓住痛 直頭痛到睡不到 我吃了配傳精華 兩個月左右 發覺舒緩了 痛的期間 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 敏理治療 針灸 還有 中醫那些 直接去敷藥 都有些少少效的 接著兩三天之後 又回復 先休息一下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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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叫多人 接著 還有 每個月 女性的 周期 我每次 前幾天 我就會病 好像作感冒 和頭痛 都是很感恩 吃了兩個月 完全未試過 再有這些症狀 所以我很多謝我的朋友 介紹了一樣 這麼好的東西給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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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gy Hello 大家好 各位夥伴晚上好 我是來自 Tini團隊的 Meggy 很多謝 Tini給我一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個人 即是我的故事 首先我是先天性 有三個腎 兩個膀胱 三條腰本 兩條腰多 我三到三歲的時候 就在醫院發覺了這個問題 在四歲到八歲的時候 做了三次大手術 超過十二個小時 另外做過三十多次的小手術 是關於膀胱矯正 那樣插頭進去做檢查 那樣 現在做了 就只剩下 左邊那裡已經沒有了 即是剩下 右邊一個神 醫生就說 剩下六成功能 即是正常型的六成功能 其實跟一般人都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 我自己是長期病患者 那我就 我緊張 搞得我都緊張 那些朋友有點緊張 不用緊張 那其實一直長期都會 經常都會發炎 還有 其實我是很容易會暈 沒有了知覺那種 可能是因為毒素 那樣還有 會心跳 手震 其實我看東西是 集中不了 即是說我之前 那就 現在說在去年年中 醫生就跟我說 要求見我媽媽 有媽媽在那裡 要求見我媽媽 就說要知道我那個病歷 因為她希望我 因為我 長期都很容易發炎 一發炎就會發高消入血 那她就叫了我 然後就叫我吃抗生素 那我就跟醫生說 我不想吃抗生素 因為 我知道一吃抗生素 就很麻煩 因為在之前 對上一次 細菌入血的時候 醫生說過我已經是用到 最強的那兩隻抗生素 即是我繼續吃下去 有抗藥性的話 我就在那裡等時間 即是沒有辦法 即是可以 再幫到我了 這樣 後來 我就跟她說 我真的不想 如果這樣 她就要是洗腎 要是就吃藥 那你想怎樣 糾纏了很久 她就說 給了一個期 我再回去覆診 要求見我媽媽 那我媽媽又跟她說這件事 因為我媽媽也知道 我繼續吃藥的話 真的不太好 那後來 那醫生就叫我出去 那個診證室門口 等了半個小時 就叫我回去 那她就跟我說了一件事 我覺得很特別的 她說 其實呢 在坊間裏面 有一些 保健品應該幫到你 但在醫院 即是在政府醫院 是沒有辦法 給到這一類型的東西 幫到你 她寫了一張紙給我 要我自己出去玩 那當時我不知道是甚麼 她有沒有說是甚麼 那我到處都找不到 那我都打算放棄了 算了 那真的在這個機會 很感謝我的推薦人 我的師兄咖喱 和她太太 Kelly 即是給一個 即是沒有放棄過我 她知道我這樣的情況 即是她拿一盒reserve來給我 叫我要吃 堅持這樣吃 最初我真的很反感 反感到我 我直接 這兩個朋友 是我二十幾年的朋友 我直接跟她說 唉 別交這麼多東西 我已經預料了 即是看自己等到甚麼時候 總之如果真的要洗的時候 我就打算搞定自己 不要害家人 即是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那接著 她們不停地 Kylie每一天都走來看我 叫我要吃 即是我要給我 即是在這個情侶裡 其實我是由去年 聖誕節之後 新年前 我吃了一個多星期 在1月3日 在一個家庭聚會裡 我家人 我舅父那些 見到我 即是覺得我為甚麼會瘦了 因為我之前又肥又腫 其實我穿四號鞋 但我要穿我媽媽的火鞋 我媽媽穿三十八三十九 即是 之後我可以穿得回很小的鞋 我不需要擔心自己 會在街上暈 即是我覺得公司的產品 真的很好 還有我的朋友 真的沒有訪景過我 給我一個機會 我坐不上 所以我真的沒有信心 公司的東西 那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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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很感恩 自己的健康 有時候不是我們可以 怎樣說 好像Maggie 她是先天的 她的狀況 她的朋友很好 可以堅持 所以我們要了解 我們自己吃的甚麼 用的是甚麼 我們不是盲目相信 當然資料 我們在坊間 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自己去選擇 用智慧去選擇 究竟這東西是否值得我們去用 好了 我們這一部分 產品分享已經完結了 多謝大家 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多謝Janny 覺得非常好 是不是 現在明白很多的產品 是不是 給我熱烈的掌聲 Janny 好嗎 多謝兩位的分享嘉賓 我剛才還有很多問題 沒有問的一部分 多謝我 我們不要放過她 不過我們就很好 因為她這樣幫我們講課 她真的義務幫我們改課 我們很開心 我們公司打算 給我紀念品 Dr. Chang 我有請到你們公司的 總經理由VC 給她們頒獎 請 好 原來就是 So Reserve 鼓孔 男好 有請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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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есте 營營營營謝謝 謝謝謝謝 這位女士是35歲 她的月經量很少 每次是3、4天 時間都很短 另外她右邊的卵巢 是生了一個叫朱古力柳 俗稱 是有2.9和1.7mm大的 醫生說現在是良性 她的子宮裡的膜是厚度 和驗到的激素 但六項都是正常的 她的膚脹有問題 每天下午4點左右 就會覺得肚子裡有很多氣 一躺在那裡才能放出 而且肚子會很不舒服 她就問吃這個 會不會幫到她 應該怎樣吃 肚脹太多成因了 你有沒有想過為何是肚脹 情緒都會肚脹 情緒都會肚脹 要找出肚脹的原因去處理會好些 但其實你的朱古力柳 都是子宮內窩移位的一種 你有沒有聽到 你那些拉鈴 在子宮內窩移位 游了去那個卵巢那裡 在驚喜來之前她就增口 所以就會出現有不適 但如果你全部都是正常的 其實子宮內窩移位 吃高抗氧化劑是會好的 為什麼呢 會令到整個拉鈴感密一點 你們有沒有試過 你們有沒有試過 用些什麼可以令到皮膚拉緊一點 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 你吃reserve 你會不會覺得皮膚拉緊一點 其實你吃高質量抗氧化劑 你全身的connective tissue 包括子宮內窩都會拉緊一點 它游走出來 去到其他地方做lan 是比較難一點的 所以用高抗氧化劑 是跟這個朱古力柳是很有幫助的 可以用這個方法 第二就是疏肝 因為疏肝會將一些不好的 荷爾蒙擦散 肝是負責微調荷爾蒙的 凡真有經前綜合症 腹痛 胸脹 頭痛 山瘡 腰酸 即是經前綜合症 多的人一定是肝不好的 肝負責微調荷蒙 微調不到 你便會有經前綜合症 如果你微調了肝 即是可以 它刷散過多荷爾蒙的能力 會很高 你這些古怪的症狀就會沒有 好嗎 但複腸的原因太多了 第一大面一日 會不會到一兩次 會不會到 這位方群友問 去不了又可能會複象 第二 你那個飲食 不當又會複象 有沒有人 飯後果是即食的 飯後果即食 因為肉是消化三個小時 飯後果是消化半個小時 在胃裡搞了一堆 它會產生很多gas 有些人又會複象 有些人 有些恐懼焦慮又會複象 太多理由 就要慢慢回家 對 對 他都會問 他父母六十歲 有血壓高 而且 有中風 中風之後 說話不太清楚 而且 其他人的能力也有問題 大小便又失禁 應該怎樣幫助他 第一件事 血壓高 就不一定會中風 中風的原因 因為他那個血管內壁 往往都是太多脂肪黏到下去 就是那個血管內皮細胞 太多黏紋 太多頹發 你的膽固醇便會黏到下去 明白嗎 膽固醇是幫你 因為你的血管 它太多黏紋 它幫你修復 但是它黏得太厲害 就會令到你的血管失了 或者令到你的血管內皮硬了 就很容易有爆或者失了 所以最重要是回復 血管內皮的健康 第二 這些問題 通常會做腦底治療 腦底治療 就是把腦脊液行順一點 讓他的腦口做修復 看看這些情況 會不會改善到 明白嗎 所以 而且高血壓 為什麼這麼久都過不了呢 它會不會有頸椎病呢 它的血管會不會真的很硬呢 你的心一泵 其實它會靠一個wave這樣走 你的血管一硬 它沒有了wave 你的心會要泵大力一點 結果你的血壓不會高 第三 它是不是傳統講的腎上線形 自律神經失調 血壓永遠不下 就算不用上班的人 都會自律神經失調 很多主婦在家裡 都會自律神經失調 明白嗎 所以不是一定的 細化退休 不會有自律神經失調 就是你找出高血壓的原因 我見過很多的 有個朋友 他男朋友去世之後 他的血壓就升到180 之前都有180 得得雷士 我們發覺通血管不下跌 書章的東西不下跌 記不記得書章有什麼選擇 松鼠皮 瓜安酸這些是書章的 都不下跌 結果是怎樣呢 就用那個Harmonic 那個 那個 Energy Wave 那個調子子裡 上經那個 用了15分鐘 跌了30度 我說是你 真是入面太多情緒 是啊 太多情緒 是啊 其實我們 很多時候知道的原理 我們要找東西 幫到人 都是要緣分的 知道嗎 是啊 有時候不知道去哪裡找那件事 因為路底 很多人會有幫助 但是未必會立刻的 後來可以幾天一起做 通血管 爐底全部一起做 另外這個是一個 他爺爺80歲 說有 帕金信證 他的手已經不受控制震動 已經吃了一個 乳酸過年 每人一包 另外呢 有吃其他治療藥的 那麼他問 是不是乳酸可不可以吃多些 以及跟其他藥一起吃 可以嗎 可以吃多些的 最大的問題 腦退化 就是一直以來 可能有頸椎病 那個 弓血或者弓營養 去腦那裡不好 一兩年不覺的 你去幾年 十年八年 你發覺 腦退化就出現了 所以一定要做頸椎 就是要做脊椎治療 同時 有柏金信 通常我們會加腦底治療 reserve 你說吃到三包 五包都可以 但是有時候 要找出那個成因 是什麼 但是這麼大年紀 八十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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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輕 很年輕 是啊 你看到我上面的病人 很多都八十幾十歲 不過可能你看不出來 是啊 可能看不出來 很年輕就八十歲了 這個女性十六歲 就甲膏 吃了西藥半年 肝酵素高 沒有吃藥 現在就 用在公司的產品 可不可以幫得到 第一個問題是 你甲膏的成因 是不是有神經 不是 不是的 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 但是要找出好一點 他為什麼會甲膏呢 不是 因為四十六歲 他自己那些 代症功能 應該是很好的 就是 他應該是跟我同年 他應該 四十六歲 應該很年輕 所以 沒有理由 會甲膏 甲膏呢 通常是腎 做過類的過程 有些問題 一是心臟有問題 所以 要找出成因 去處理 你只吃那些 許甲粉 等於急救 急救完之後 他又回來 亨大 問題 你問得很好 他甲膏 如果吃白泥路上 那個甲會不會再高一點 你要半包半包 去試 甲膏的人 有一個特質 他一甲膏 他撞嘔 你就知道 他不行了 但是 如果 他告訴我 他的甲膏 有慢性腎炎 或者 他有 遺傳性腎病 他處理腎 他夾起來 然後掉下去 你就可以吃白泥路上 你要知道 成因是甚麼 你是不是Facebook說我 是你來的 我和我認真人 有一個照片 我都會認得 你Facebook 因為我今天也想打給你 但是前排的朋友 之間我只有20分鐘吃飯 雖然我這麼年輕 不會有胃病 但是我都說不出 你問甚麼 不如現在問一下 你問甚麼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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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二個問題 抹食藥 用我們的產品幫忙 肝酵素膏太多原因 他有沒有B型肝炎 或者C型肝炎 沒有的 是吧 這個女士 會不會都是很鬱結的女士 沒見過 我今天也和一個朋友分享過 有一個女士 她的先生是一個名醫來的 即是西醫來的 她來看我 她三個肝酵素都超標 她都認識 從A到E肝炎 都是沒有的 超標的原因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她 我說當年 她是來看我的時候 兩年前開始超標 每三個月 每個月都超標 不是超很多 超一倍左右 但主要大的問題 我問她 兩年前發生過甚麼事 有沒有死人 扭親人去世 她是去爸爸 過了生 她爸爸都八十幾 都是很健壯的 但當她一去外國工作 她爸爸就入了心情治療 所以她有個內疚感 如果我在香港 就會做A B C D E 我爸爸就不會死了 這個想法對不對 可以對嗎 可以不對 但我從轉角度看 如果你在香港做A B C D E 你爸爸會不會辛苦了很多 而且你幾多年沒有出trip 她說四年 即是沒有去那麼遠 一去就去了一個月 但那天安排你 這個階段叫你離開 讓你爸爸自己很安然地離開 會不會其實都是一個好事呢 她看破了之後 她覺得有趣 每天穿衣服都黑色手袋 黑色衣服全部都是黑色的 黑色眼鏡 她經歷了一個多月 她再驗肝酵素 就全部正常 她回來那天 是穿粉藍色的 我就說 這些顏色就好 為何那麼黑 她說我家以前 全部都是粉藍粉紅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肝酵素高 還是她爸爸去世之後 她就很討厭這些顏色 但都不知道肝酵素會好 她是拿報告而已 最近又想穿粉色 其實全部都是情治 很多肝酵素 經常超標都是情治 所以你一定要看回問題 第二我當她不宇宙 對不對 當她不宇宙 也都當她不會 生活很顛倒 經常要通宵鄰間 當她沒有 你在肝酵情治 記不記得抑鬱症呢 不發在情緒 會不會發在肝和頭尿 她可能就是這一類 明白嗎 好嗎 男士五術 就是腳筋膜炎 大半年 用我們的產品 有沒有效果 如果一個人要大半年筋膜炎 她筋膜的源頭 一定是有問題的 通常是這個 是不是腳跟 是腳跟 腳跟的筋膜炎 通常是下腰椎有事 我現在和大家吃飯 煲了一塊很大的桌布 我坐這邊 你那邊是否會生氣 其實就是她這個筋膜 或者頸椎的筋膜有事 就拉動腳跟的筋膜 我們做很多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通常照光無骨刺 剛剛 堪了醫生就說 你不要走那麼多 給很多類似的理由 結果她又不走 又不運動 但她的發炎是沒有好過的 原因是因為她筋膜的上端 其他的筋膜拉住了 所以我懷疑她是有 腰椎病和頸椎病 即使未去到病 都可能有移位導致拉緊 一拉緊我的筋膜 她這個腳跟就會拉緊 她就會經常痛 所以這些要做咳咳治療 才能斷到尾 你說法律腦上 要吃減低飯炎OK的 你說她不在香港 甚麼都做不到 叫她去湯地找一個隻醫 但要做軟組 即是脊椎 把腋了 但要鬆肌肉 因為鬆肌肉 穿到筋膜才會鬆 所以很多人看脊椎 看了很久 因為香港比較好 香港就是中醫競爭 很多脊椎都會加上鬆肌肉 但在美加很多脊椎 是五至十分鐘 趴完就叫你離開 在一個病人高峰期 看了一個脊椎 每三天看一次 她看了十年 然後我說 你是不是想起別人的女兒 對她也有朋友問過這個問題 但最重要的是 不能選擇 又近 今晚就攝影機到保險 但痛 她的東西經常都痛 趴完就不痛三天 所以她的定率 就是三天左右 是的 我說你們要鬆肌肉 因為她是一個 她看到我們那時候 是三十多歲的男人 她20歲開始舉重 她這個弧度是沒有了 她現在這樣凹 她的腰是這樣的 她舉薄 她不用腰封 那條腰的弧度是影響的 所以她的下腰經常會痛 但一定要鬆肌肉 還有晚上要頂毛巾睡 因為頂毛巾是八個小時的 萬聖文理治療 幫你轉弧度 為什麼頸一定要頂毛巾呢 因為我們頸是C字形的 我們剃頭緊張 還有焦慮 恐懼 然後直坐 其實情緒很影響頸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 直接調轉了 所以我們一躺下 枕頭就拉住了 因為弧度調轉了 我們應該這樣貼住那個 你買了1500元的Cinomax 它是C字形的 剛剛說它是這樣的 是嗎 它應該這樣貼住 結果你調轉了 一貼下去 嘩 這麼貴的枕頭 為什麼更痛了 為什麼頭痛 那些筋會拉住了 就因為你逆向弧度 逆向弧度 那個枕頭不是不好 但是你可以買一條50元的厚毛巾 就捲捲捲捲捲捲捲 然後就放在這裏 剩下的尾巴在這裏 最初就不要這樣彎 就給少少成湯 後期肌肉鬆了 就弄彎一點 頂回弧度出來 你就斷到尾巴了 你明白嗎 因為弧度不是你一天導致的 可能是你緊張了五年十年的慣性 然後你會發覺手臂就會沒有了 如果不然一天躍在弧度 就經常手臂 少少東西的頸部就緊了 晚上睡覺就很容易醒 明白嗎 根本來自下腰椎或者頸椎的問題 所以是整條這樣做 OK 多謝TotalChang 這會時間回來 今天的問題就是問到這裏 TotalChang也好 它有耳塵 你們可以在這邊排隊 另外我想宣布一下 我們下個星期三 我們的美容講座 就是講我們怎樣去掃身掃身 因為就是夏天 會有一個示範和教練 怎樣用我們的聲幫忙 下個星期三同樣時間 我們可以緊編 要愛美女士來聽多一點 大家可以在左邊 站排隊 TotalChang二層 就是半個鐘 下個月的TotalChang 看回朋友的通過 好嗎 多謝大家